这女孩在跟青梅竹马吃饭的时候不断有女孩向她表白 于是她大胆地做了个决定 女孩只是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就被几个同学小声议论着 上次小美穿了件新裙子 苏叶静直接说裙子不好看 她绝对在妒忌 那裙子很贵的 说话这么难听所以大家才不愿意和她做朋友 朋友什么的我才不会稀罕 心里明明是这样想的 突然就看到一位男生来教室找她 刚才小声议论的同学看到竟然是正数都惊呆了 你在磨蹭什么 已经放学了吧 赶紧跟我一起回家 阿姨可是叫我督促你早点回去 不是说过让她别来找我了吗 而她却闯入了我的世界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与她的相遇其实就是个错误 烦死了 这都是第几个表白的 正数此时也很头大 谢谢你的心意 但我不能和你交往 对面的女孩听到后立马站了起来 为什么我真的很喜欢 无奈正数直接拉起了苏叶的手 因为我正在跟她交往 女孩直直地盯着苏叶 看得她心里直发毛 试问她 你真的是她女朋友吗 正数怕漏线连忙在桌底下碰了碰她的头 苏叶挠挠头算是吧 这种敷衍的回答很明显骗不了她 突然女孩嘲讽起来 她看起来那又矮 长得丑气质也不好 看起来我才更适合你吧 本来就已经不耐烦的苏叶拽着 正数的领带来了的亲密接触 那这样你该相信了吧 狗粮没吃饱 要不要再来一点 女孩和喜欢的男孩一起考上同一所学校 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苏叶 你有没有听我在说话 很显然苏叶没有听到正数的话 转头问她 什么 我说你一个女生怎么可以做刚刚那种事情吗 苏叶却解释道 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刚刚又没有亲上 就跟电视上的错位一样了 正数修的脸头扭到一旁 没想到我一直保守的清白就这样被你玷污了 苏叶却淡淡说了一句 这都怪你老是招风影蝶吧 正数就大声地解释着 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女生 她跟个跟踪狂似的 简直毛骨悚然 普通的方式根本拒绝不了她 所以才找你帮忙 苏叶在一旁露出鄙夷的表情 不过万一刚当的事被你同学看到了 我倒是无所谓 但你会被别人误会吧 还是说你其实偷偷喜欢我很久了 这句话像是戳中了苏叶 抓起正数的手掰了下去 疼痛可以让你的脑子清醒一下 正数正五着手喊痛 却听到后面两个女同学在跟她打招呼 便瞬间换了另一种表情过去搭话 苏叶瞬间无语了 脸变得真快 不愧是完美男神 而苏叶却认为 如果需要伪装地去迎合他人 那宁愿独自一人 这才是青梅竹马的正确打开方式吗 教室里 苏叶正沙沙地在纸上画画 后面却突然传来的声音 哇 好厉害 细节刻画得好到位 苏叶被吓了一跳 心想 为什么突然和我说话 好尴尬 回头询问他们 有什么事吗 同学介绍的自己 我是你的舍友 附近有家店很火 放学后一起去吧 面对舍友的邀请 本不该拒绝 可是又有点想留下来把画画完 而且觉得自己去了一定会破坏气氛 同学还在介绍着那家店里的蛋糕很好吃 苏叶却说 我不爱吃甜食 一旁的室友拉着他 说别说了木子 你听不出他一点都不想跟我们一起吗 便拉着他离开了 苏叶心里想着 所以 我又搞砸了 于是便带起了耳机 只要躲入画画的世界 就什么事也不用想了吧 画面一转来到了晚上 郑树在外面寻找苏叶 在画室里看到了他 走过去 拔出苏叶嘴里叼着的表 说多少次了 画画的时候别老叼着笔 苏叶又被他吓了一跳 你从哪冒出来的 两个人坐在一起闲聊 喂 大树 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来毫无长进 总是会无意的伤害到别人 每当发现时却太晚了 郑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苏叶无语注了 我说你为什么笑啊 这很好笑吗 郑树挥挥手道了个歉 又摸着他的头说 我只是没想到啊 一向独行的你 也会为这种事情烦恼 又握起了他手里拿着饼干的手 不过你交不到朋友也没关系 因为我会做你唯一的朋友陪在你身边 一口咬了下去他手里的饼干 苏叶一把甩开 别拿你对普通女孩的招数来套路我 明明是和平常一样的嬉皮笑脸 却感觉哪里悄然发生了变化 苏叶红着脸偷偷瞄了郑树一眼 只感觉心扑通扑通的跳 眼看着自己的青梅竹马要被欺负 男主却用这种方法化解了危机 餐厅里郑树拖着头 看着专注玩手机的苏叶 一把将他的手机抢了过来 你从刚刚一直盯着手机 看到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呀 打开你的手机 一看上面写着如何是让对方道歉 郑树哈哈大笑 这是查的什么呀 苏叶表示随便你笑的 反正我就是这么不善于表达 郑树好像看穿了他的心事 就让本大爷我帮你出个主意 不过我有个要求 就是请我吃这个 苏叶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要掌握道歉的学问 就要掌握技巧 比如请对方吃饭的时候 找准时机向对方道歉 虽然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实际行动起来 只能硬着头皮上 抬头却发现周围空无一人 居然花到忘记了时间 去买午饭的路上 见到两个正在弄坏黄婷婷东西的女生 本想着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原则 却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 劝他们住手 而两个人非但不听 还要劝苏叶一起加入进来 苏叶却说 把自己的错推到别人身上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正义吗 两个女生听见她说这话 便开始气急败坏 提起她的衣领 正要准备下一步动作是 正书站了出来 同学你们好 我班上急需两个女模特 请问你们时间吗 两个人瞬间犯了花痴 正书也成功地支开了他们 苏叶刚要回头 就听到了黄婷婷的道歉声 谢谢你刚刚替我说话 还有上次的事 我很抱歉 是我太敏感了 还对你发脾气 对不起 苏叶也对黄婷婷道歉 并约定下次一起出去玩 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在学校里看着对方 特别受益性欢迎 是一种什么体验 学校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艺术节 本来是个人多热闹的日子 但是无聊的造型班 每次只能白板画着 正闲聊的时候 突然跑来一个打闹的人 将苏叶撞了一下 苏叶顺势往后退了一步 却不料碰到了正书的朋友江南 江南热情地跟她打着招呼 苏叶连连道歉 刚倒没有撞 疼你吧 江南笑着跟她说 没事 没事 苏叶我有事就先走了 一旁的朋友投来羡慕的眼光 那位美少女不是设计班的江南吗 她在我们学校人气可高了 真的好漂亮 随后便问到苏叶 你和她是朋友吗 苏叶好像有什么心事 她是我朋友的朋友 听完她的话 朋友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拉着苏叶就来到了服装设计部 两个人趴在门口偷看里面的正书 正书好像在人群里注意到了他们 苏叶连忙将她拉走 朋友感觉她和正书很熟的样子 便怀疑两个人偷偷地搞男女朋友 苏叶则解释到只是家里的静 从小一起长大的普通朋友 朋友则表示 如果身边有正书这样的男生 绝对会心动到死去 说着 苏叶想起了那个时候 从小学开始 性格开朗的她永远是全班的教典 相比起性格孤僻 被全班排斥的我 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 直至大家把校庆组织委员这个烂摊子 推在我身上 而身为班长的她 受老师的委托前来协助我 正书微笑地问苏叶 你想到节目了吗 苏叶尴尬地说 还没有 于是正书提议 不如就做个钢琴独奏 主要练习的人只有我一个 这样大家都可以按时放学回家 而苏叶认为班级节目 只有正书一个人参与 大家会不开心吗 正书又说道 而且我也没什么时间 陪大家一起练习 应该也有很多人没空吧 只要能风风光光的演出 拿到奖项不就好了吗 苏叶还是感觉哪里不太合适 正书便问到她 那你有什么更能让人满意的主意吗 苏叶表示 比如大和唱团 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起了 正书又站起来说道 和唱团又麻烦 又没有中心 还是采纳我的主意比较好 我们两个人的主意 大家会听谁的呢 苏叶砰一下站起来 桌子上的铅笔盒 弹到了正书脸上 是啊 你是班里的中心 大家根本不会在意我的话 就算是这样 我也一点不在乎 你这种私自消磨别人热情的家伙 我最讨厌了 说完便哭着跑了出去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止不住的往下落 这是我第一次为这种事而流泪 本以为隔天会引来老师的批评 但出乎意料的是 他把事情当做没发生过一样 而且还采淡了我的意境 最后班里的合唱节目完美收场 还有一点 从那以后 他每天都会出现在我的眼前 还给我起树叶这种奇奇怪怪的外号 这也迎来了我第一个朋友 我们的世界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这个女孩还在走神 一张手伸出来将她抓进了角落里 苏叶问她在搞什么鬼 郑树却神情慌张地看着墙外 小声点我在躲服装部的人 原来是因为服装部总是要不停地换衣服 郑树累了想休息一下 听她说完这无聊的理由 苏叶便要走 你偷懒干嘛扯上我 见她要走 郑树一把拉住苏叶 表示自己有件重要的事 只有她才可以做到 苏叶还在想究竟是什么事 郑树却挠着头 让苏叶去帮忙买瓶草莓牛奶 因为这几天为了维持形象 只在大家面前喝黑咖啡 苏叶表示就这点小事还来麻烦我 两人便扮起了嘴 外面服装部的女生正找着郑树 听见动静的郑树连忙凑近躲了起来 两人离得那么近 看着郑树的凸显的喉结 横角分明的骨骼 发现跟小时候不一样了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 外面两个人走后 郑树松了口气 这时才感受到苏叶浑身发烫 便凑过去问他怎么了 苏叶一脚过去 只见郑树五度不起 午后苏叶来到饮料机旁 买了郑树喜欢的饮料 直到现在苏叶的身体还是很奇怪 心扑通扑通的跳 脑海里不断闪过那个画面 这种事明明小时候经常做 却搞不懂到底在慌什么 苏叶来到教室偶遇到江南 江南问起有没有遇见郑树 苏叶犹豫了一下 说自己没看见他 虽然是像往常一样帮他远访 但从这一瞬间焦虑不安蔓延到全身 苏叶想不明白这种心情是什么 但只感觉有些东西即将逝去 这个女孩好像发情了 因为在看着他靠近别人时 心情竟会不自觉低落 随着服装展示表演正式开始 学生穿着华丽的服装在台上走着 出现台下传来尖叫声 哇 那个男人好帅 是设计班证书来了 一听证书苏叶立马蹦跋着他 站他傍边的女生也很好看 那是他班的江南 苏叶感觉两人站在一起好配啊 心想 此时或许在他眼中自己就星空中微不足道的星辰 两人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 活动结束后 郑树邀苏叶来到一棵树下 正找他的还有其他两个女生 苏叶到了地方还在奇怪怎么没人 树上的树叶一片片掉着 苏叶转头一看 郑树正趴在树上 随后大声问他 你在树上做什么 原来是为了夺粉丝爬上了树 两人坐在草坪上闲聊着 郑树累到不自觉的往苏叶身上靠 干嘛 你走开 好热 你头发一堆叶子 郑树将头伸过去 让苏叶帮他拿掉 哪知苏叶上去就是一拳 郑树连忙捂着头喊痛 苏叶择一脸得意 不是你教我打掉的吗 郑树突然发现头上有一个东西 便拿下来问苏叶 苏叶告诉他这是自己做的送他的书签 郑树吐槽的东西好粗糙 苏叶伸手准备拿回来 郑树说回手 你送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了 况且我也没说不要 虽然苏叶感觉越走越远 但郑树身上展露的孩子气 却只属于苏叶 就算两人的距离疏远了 苏叶也会加快步伐 跟上郑树的脚步 当一个完美的男生 遇到喜欢的人时 却变得不完美 商店里 苏叶正挑选着画画用的颜料 可黄色颜料在架子最顶上 苏叶点起脚来都够不到 这时身旁出现一只手帮他拿下来 将颜料放到他的头上 记得多喝牛奶啊 小短腿 苏叶转头给了郑树一个肘肌 接着扭头就跑 郑树本大喊着 给我站住 反手又将他拉了回来 并让他安静一下 苏叶还疑惑地问怎么了 郑树让他转头看那边 两人转头看去 江南正看起来有些困惑地寻找着什么 两人走过去跟他打着招呼 江南告诉他们自己和朋友走散了 并且手机在商场内没有信号 郑树苏叶表示自己的也没信号 于是便邀请江南随自己通行 但第一次和别人一起逛街的苏叶 不免内心有些紧张 郑树突然想到有个地方要逛 于是陪他一起来到卖摄像机店前 苏叶问他这么喜欢摄影吗 郑树则一脸自豪地表示 是自己的兴趣爱好 接着江南随后问道 有没有兴趣加入摄影部 据说里面老师很专业 于是郑树便和江南畅聊起来 一旁的苏叶默默低着头 感觉没有插话的余地 不宜会郑树便去和老板商议价格 只剩江南苏叶两人在原地 江南先是对他道歉 表示本来是你们两个出来 中途自己却加入了 随后又问苏叶 是不是喜欢郑树 苏叶愣了一下 又斩钉截铁地对他说 没怎么可能 没有 绝对 听完江南便露一副 满面春风的样子 便跑过去说跟郑树逛一下 突然一个迷路的小孩 拉住苏叶的衣角 马上就要哭了出来 苏叶安慰他说 现在就去找妈妈 又看到前面有说有笑的郑树 平时只在别人面前 露出完美的一面的他 在他的面前 却露出了不常见的表情 这个女孩因送迷路的小朋友 回家而迷了路 集中生智的他竟想到这个办法 花了好多时间 路上问了不少路人 苏叶才将迷路的孩子 送到了服务站 看着小孩担心的表情 苏叶安慰着他说 工作人已经帮忙广播了 妈妈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不一会 一个焦急的女人跑过来 找自己的孩子 两人见面就相拥起来 随后对着苏叶道了谢 苏叶尴尬地挠了挠头 出门却发现自己来时波折太多 已经忘记了回去的路 苏叶心想笑联系上郑树 打开手机才想到 这地方没信号 另一边 郑树一遍遍打着电话 始终是联系不上苏叶 虽然嘴上生气着说 这家伙到底跑哪里去了 怎么都联系不上 但心里面还是担心着急 刚一停下就要去附近看看 突然江南喊住他 又对他说 感觉郑树你真的非常在乎苏叶 当然了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说着之前与江南同行的 两个朋友找了过来 见到江南和郑树便打起招 朋友悄悄地跟江南说 总感觉郑树怪怪的 跟之前不一样 江南告诉他们 是因为郑树的朋友也走丢了 正当郑树心想去找一下时 逼得一下传来了广播声 顾客朋友们请注意 郑树小朋友你好 你的姐姐苏叶正在服务厅等你 听到后请尽快前往服务厅 听见广播 郑树瞬间红了脸 接着就要去找苏叶 江南想要陪郑树一起去 却被郑树回绝了 表示自己去就够了 并且朋友还在等你 于是转身就走了 就连江南的朋友都感叹道 虽然平时和郑树相处得很好 但总感觉和他之间有些距离 不久后 郑树来到服务厅 搂着苏叶就走了出去 并问到苏叶究竟去了哪里 苏叶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郑树则质问起苏叶为什么不叫着我 苏叶则告诉他 看你跟江南聊得好 所以就没打扰你们 郑树又担心地让他遇到什么事 什么情况下都要告诉他 看着他顺着脸颊流下的汗水 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吸 苏叶将郑树每一份担心的证明 都铭记于心 青春气得他好像得了什么病 一会焦虑 一会心跳加速 苏叶洗完手 不禁想起回之前江南那个春意荡漾的表情 竟然好奇起是什么意思 刚一出门 就听到餐厅里的两个人议论着自己和郑树 只听见嘴里说着郑树各种好 又认为旁边的苏叶像是他的妹妹 丝毫没察觉到苏叶正从一旁经过 苏叶心里暗自生气 说妹妹就算了 还说什么舒直 好歹自己也是个高中生 继续往前走又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其实他说的没错 又没有修长的身躯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自己竟然在一起这种事 正想着 郑树却又突然出现 笑他什么时候这么自恋了 接着两人来到了餐厅包房 一坐下 苏叶就问他点了什么饮品 郑树满怀自信的告诉他说 你的口味我还不了解吗 苏叶好像有心事一样的问他 江南在哪 郑树告诉他说走了 苏叶不知在想什么 心不在焉的呕了一声 郑树像是看一眼就能知道苏叶在想什么一样 捏了捏他的脸 刚当三个人的时候 很不自在吧 吃着饭 郑树突然拿出送苏叶的礼物 刚刚路过一家店 感觉蛮适合你的 苏叶不知不觉的嘴角上扬 这几天突如其来的焦躁 以及不知为何振振激动的胸口 成为苏叶一直解答不出来的难题 惊眉竹马的恋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 假期郑树与苏叶来到奶奶家 一进门奶奶就心花怒放的夸着郑树 随后郑树挠了挠头 我想吃奶奶做的蛋糕 接着进门又看到郑雪坐在沙发上 郑树手指着他大喊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又让他赶紧回去 而郑雪直接无视他 只是上下打量着一旁的苏叶 随后搂着苏叶戳了戳他的脸 我知道了 你就是小学士把大树揍了一顿的小女生对吧 郑树连忙着急的说他在瞎扯 我说的是事实 臭小子 你就这么对你亲姑说话的吗 苏叶疑惑的说了句 姑姑 接着郑雪便介绍起了自己 我是郑雪 多多指教了 小苏叶 两人又开始了日常伴嘴 画面一转 奶奶带着苏叶来到了郑树房间 这次没料到姑姑来了 只能委屈你先住郑树的房间了 接着苏叶到了谢 并表示自己住哪里都可以 奶奶走后 苏叶仔细打量了小屋子 发现墙上挂着各种小时候的照片 乍看一眼才发现 原来已经一起度过了这么多春夏秋冬 随后发现有一张反的贴 有些好奇 便将它拿了下来 没等看完 郑树突然进来 苏叶 你东西弄好了就快走吧 苏叶连忙贴了回去 我们要去哪儿 你忘了我们此次的目的了吗 当然是去海边了 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晒太阳 果然大海是最棒的 嗯 这是什么东西 鲨鱼 这时候郑树冒出来 原来是鲨鱼玩具 谁让你吓唬人的 看我怎么教训你 郑树神色有些慌乱 让我看后面 我发现了身后的浪花 但还是嘴硬地说不会上当 就这样 我跟郑树掉进了海里 我们注视着彼此刚心动了一下 我们就双双掉进海里 幸好我抓住了游泳圈 不过 我刚刚是不是踩了郑树 果然郑树炸毛了 偏要说我谋害他 我感觉有点累了 便先上岸了 为什么一靠近大树 就会头脑发热心跳不行 而且根本冷静不下来 我买饮料的时候 听到两个小流氓 欺负一个小姑娘 那些人一看 就是变相搭讪小姑娘 都没人帮忙吗 我拿过纸巾递过去 衣服脏了 用纸巾擦擦也可以吧 小流氓显然不买账说 我替那个小姑娘陪他们也行 我手足无措的时候 一个棕色头发的男生 挡在了我面前 他是谁呢 游泳递过来一瓶喝的 说这是我点的 我接过道谢 没想到游泳说 让我到店付款 小流氓懒过我 输去别的地方玩 我让他自重 小流氓依旧不依不饶 还让我跟他一起玩 游泳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小流氓对我的骚扰还在继续 我忍无可忍了 直接上功夫 教育了下那个小流氓 周遭的人都惊呆了 可我分明没用多大力气啊 挨打了的小流氓 还是不依不饶 扬言要收拾我 还没动手 郑树就走到小流氓面前 表情威胁意味十足 面对大树的突然出现 五不争气的脸红了 郑树掐着小流氓的脖子 呃狠狠地说 所以要去玩嘛 顺便也带上他呗 小流氓吓得落荒而逃 说今天遇上我们这群怪咖 算他倒霉 他才不稀罕 跟我们这群怪人一起 说话间余咒把喝的地给我 原来他没走啊 我的脸怎么又红了 我谢谢他的饮料 还有帮我解围 余咒让我别会错意 他只是送宁品而已 夜晚的院子最适合烧烤了 这些东西看着都好好吃 郑树问我要不要尝尝烤棉花糖 外脆里嫩 我才不要不呢 我懒得李郑树 拿了些给郑姑姑 郑姑姑让我喊他姐姐就好了 郑姑姑问我认识郑树多久了 从小学三年级算起的话 应该有七年了 郑姑姑又问我 知不知道他父母的事 勉强知道一点吧 毕竟他不常提起 郑姑姑说郑树 还是一如既往的胆小 郑姑姑说他刚来家里的时候 明明是那么小巧可爱 但大大的眼睛里 却看不到一丝光彩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性格竟变得像现在这样扭曲 看得真让人不爽 郑姑姑话锋一转说 今天看到我们这样 他就放心了 只是不知道 以后我们会有什么变故 还说什么大数就拜托我了 还让我赶紧发现 我问发现什么 郑姑姑说我以后会懂的 郑姑姑说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未来的某一天 我真的能明白吗 喂 能不能走快点 我叫苏叶 现在是名阳艺术学院的 高一学生 这是我的发小郑术 我们是一起从小镇考上来的 今天我们说好早起 一起去买点土特产 都是因为郑术磨磨蹭蹭 导致商品已经全部卖光了 不过店内正在举行活动 只要通过几个关卡 就会获得抽奖机会 凡是情侣都可以参加 郑术满心欢喜地问我 奖品还不错 要不要参加 我只是冷漠地白了太眼 大哥别开玩笑了 我们又不是情侣 而且好麻烦 我的话音还没落 就听到店员小姐姐说道 一登奖有五万奖金 还有神秘大奖 我一个冲刺站到郑术前面 大喊道 我们参加 郑术看着我说 你刚刚不是说些麻烦 我看了他一眼 这种好机会岂能错过 至少还能赢回一个礼包 小姐姐递给了我们一张卡片 解释道 根据这张卡片上的指示 到指定地点完成任务 通关之后 就可以获得下一个任务指示 那么祝你们成功 我们研究这卡片 来到第一关的位置 第一关就是玩具枪射 人偶的射击任务 射到中间的人偶就算获胜 在五分钟内 三次射击机会 请好好把握 郑术轻轻一笑 啊 这也太简单了吧 不用三次 我一发就可以搞定 我半信半疑地问他 他却已经把枪架好了 射击姿势 跟我炫耀地说 别小瞧我这是双锐利的眼睛 这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高超的枪法 对于郑术来说 简直是轻轻松松 郑术一个帅气的瞄准 第一枪猫咪耳朵擦边 第二枪猫咪脚擦边 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我忍无可忍 一把将玩具枪抢了过来 拿来吧你 看见他 一枪命中 轻轻松松 店员小姐姐拍手恭喜 这一对小情侣顺利通关 请接受下一个任务指令 就这样 任务一个接一个 先是抓娃娃郑术 看着我给我加油 后是投篮球 郑术抱着我 把我举过头顶 终于来到倒数第二关 任务是在五分钟之内 取出洞内指定物品的是胆游戏 工作员小姐姐 拿着话筒嘱咐地 说了一下地面湿滑 请大家务必小心 之前都是我在做任务 终于轮到他展现了 给他得意坏了 要是害怕 可以躲在我身后 他不屑一顾地轻飘飘地说 不过他在不知不觉中 确实比小时候要坚强了 洞内安静地可怕 只听见他突然尖叫 一个水滴的声音 给他吓成这个样子 我刚在洞外 内心还没夸完 就给我整这出 坚强的鬼啊 我拍拍他说 要是你真的这么害怕的话 来你先到外面等我好了 我自己去把东西拿出来 很快就出去 喂 郑叔突然叫住了我 一把抱了上来 喂 等一下 洞里安静地 只有水在滴答滴答 还有我的心跳扑通扑通 我害羞地脸胀得通红 只能朝他大吼 缓解紧张肝大的气氛 你吃错药了吗 快放开我啊 我不要 听到他声音很小 很害怕地说道 我心一颤 是不是他真的太害怕了 他小时候胆子就很小 我是不是不该 把他自己放在这里 谁知道这小子 却突然喊道 刚刚好像有什么凉凉的东西 碰到我的脖子了 救命啊 我心里不知道 犯了多少的白眼了 果然关心这小子 简直多余 我无语 但是不得不安慰他说 那只是水滴罢了 你现在最好 赶紧放开我 我上前捡起 刚才被他碰掉的帽子 拍了拍尘土 重新戴上后 把帽烟压得很低 因为我紧张的感觉 现在周围 都回荡着自己 剧烈的心跳声 这样奇怪的自己 绝对不能被他发现 树叶 他突然叫住我 给我吓出一身冷汗 你看那边是什么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是一只小猫人偶 正是我们这次任务 需要找到的物品 我们拿上人偶 准备出门 谁知道正树面前 突然掉落了一只蜘蛛 此时的我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正跟在他身后 没想到被他后退 使一个肘肌 给我击倒在地 鼻子乌青开始流鼻血了 手掌也在地上蹭破了 他上前用手指 给我擦了一下鼻血 拉起我的手后说道 抱歉 我们快点出去吧 我起身安慰他说 反而走得更快了 很紧张地跟我说 就算没事 也要消毒的 我在他身后 低着头跟着他走着 他的手好暖 之前怎么没发现 原来笨拙孩子气的他 认真起来 会是这样细致温暖 忽然好想就这样 一直走下去 但是 我还是甩开了他的手 正树慌张地转头看我 问我怎么了 我揉着手腕说道 我的手被你捏得真的很疼啊 出来后 我坐在树下的长椅上 脑子里全是 他牵我手的画面 我甩甩脑袋 质问自己 为什么脑海里 总闪现这些 无关紧要的画面 真的感觉自己 好像个变态 树叶 他从很远的地方 好我还拿着一个塑料袋 朝跑来 树叶 我把东西买回来了 他气喘吁吁的鼻孔 也张得很大 喘着粗气弯着腰 样子别提有多搞笑了 我调侃地问他 这么多人 你怎么也不注意 自己的完美形象了 他在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拿起我的手 开始很认真的 给我消毒伤口 并回答我说 先不管那些 目前消毒是要紧事 对不起 刚刚一慌张就 他看着我的手 也不敢抬头 声音很柔软地 在跟我道歉 我冷嘲热讽地说道 你明明平时都是 趁机会嘲笑我一顿 这样反倒让我 全身起鸡皮疙瘩 我朝他挥挥手 况且 这不过是一点小伤而已 所以不必在意 他看我没事 倒是开始调侃我说 要是之前的你 都是一拳落在我的脸上 我斜眼坏笑地看向他 所以 你现在还想感受一下吗 他尴尬地笑着看我说 那还是没这个必要了 我们相试了一下 都被对方逗笑了 在这个夏天 这个晴朗的上午 两个人不知道在因为什么 而笑得如此开心 唯独在你面前 我才能做回最真实的自己 仅仅是这样的对笑 便足以让我 退去所有不开心 我们的关系 像是冬日里 最最温暖的被窝 柔软与温柔恰到好处 让我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此时工作员小姐姐 打断了这份美好氛围 恭喜两位情侣 来到最后一关 规则很简单 只要拍下你们的 亲密互动就可以了 我们干大地看了看彼此 看到别的情侣 用胳膊比爱心 也打算尝试那样比爱心 可是我们发现 我们俩的身高差 悬术有点太大 我根本够不到她 我们又尝试了 好多其他的动作 要不就是表情太僵硬 要不就是四肢太僵硬 已经准备放弃的时候 她突然把我搂了过来 这样可以吧 她问工作员小姐姐 小姐姐点头表示 可以的 两个人可以稍微 投靠近一点吗 准备好了吗 要拍咯 没想到 在按快门的时候 被旁边的情侣碰到了肩膀 我一个亮枪 居然轻到了她的脸上 我们俩人实话在原地 她脸红彤彤地替我解释 刚刚那是意外 所以你不用在意 我满脸嫌弃 心里默默地想 其实我根本没往哪方面想 只是闻到了一股 油腻腻的汗臭味 好恶心 终于可以抽签了 我满脑子都在想着一等奖 结果抽到了特等奖 店员小姐姐去后面的箱子 给我找特等奖去了 我站在原地 满心欢喜地在想 特等奖是什么 一等奖已经好多钱了 特等奖肯定更值钱 结果她拿出了一个猫咪玩偶 我拿着玩偶 和她看着别的 也抽中了特等奖的情侣 打情骂靠亲亲我我的 脑子里突然浮现出 刚才我不小心亲到她的画面 我要回去了 我只能用逃跑 缓解此时的尴尬 我开始大步地 往家的方向走着 几度吹翻冒岩的夏丰 路边三两情侣的笑声 都挡不住炙热的心跳声 我像一只落荒而逃的兔子 真希望这个奇怪的夏天 能早点结束 夏天的夜晚 清风吹的树叶 沙沙作响 还有稀疏的虫鸣 回到家后 我盯着这个特等奖 满脑子都是 今天我不小心亲到她的画面 这种感觉好奇怪 时不时从内心深处 源源不断地 向自动涌现出的 一阵阵炙热的躁动 究竟是 什么呢 半夜的时候 总感觉好热 烦躁地我挥了一下手臂 突然感觉砸到了什么 大树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在书房吗 我非常震惊 坐起来看着她 郑书来在床上懒洋洋地说 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 我爱怎么睡怎么睡 要走也是你走 我可不走 我使出浑身解数 又是踹她 又是扯她的腿 累得气喘吁吁 忙活的半小时 这家伙一点位置都没移动 算了 我还是在一边睡吧 夜晚的重鸣 空调的隆隆声 都导致我睡不着觉 你 睡了吗 我们几乎同一时间说出来 我们又同一时间回答对方 干嘛什么事 这一幕 给我们逗得 在床上哈哈大笑 我掀起了一个话题 那个照片抢我看了 抱歉擅自看那张照片 那张被你隐藏起来的照片 和你父母 其实 我的话还没说完 郑书突然打断了我 好困啊 我先睡了 郑书把整个身子都转了过去 果然 他依然很忌讳这个话题 所以我一直以来 也尽量闭口不问 就算此时 我们靠得如此接近 但之间却向隔着整片银河 我向他解释道 虽然我没有任性到你 能够和我讲述这一切 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多依赖我一些 说完话后 感觉他许久都好安静 该不会真的睡着了吧 我转头去看他的时候 发现他也正在看我 他好像也吓了一跳 我急忙转回来 脸已经涨得通红了 他起身离开了房间 关门的时候 还不忘说了声晚安 然后就把门轻轻关上了 此时的世界另一个地方 一个少年正刚洗完澡 擦着湿漉漉的头发 喝着冰箱里刚拿出来的水 沙发上的男人 调侃地和他说着玩笑话 听说你今天帮助了被搭讪的女生 怎么突然开窍了 过几天你要回归校园生活了 我想说的是 虽然一直埋头苦毒是好事 但可别迷失方向啊 宇宙 夏天的清晨是如此美妙 可是我被郑叔拉着 必须吃早餐 导致我现在快要迟到了 话比什么的都没有准备 这条路为什么这么长 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啊 我停下脚步 看着路旁的栏杆兴起邪念 要不要翻过去 突然发现 栅栏下方有个不大不小的狗洞 我准备从洞里爬进去 学长这是我做的蛋糕 多亏了学长的照顾 我在画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真倒霉啊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刚爬进来就遇见表白的 现在要倒回去嘛 可是美术楼明明就在眼前了 不需要 别会错意了 那只不过是我应负责的工作内容 话说好了吗 我可以走了吧 对面的男生冷冰冰地说道 被拒绝的女生拿着蛋糕 带着哭腔朝远方跑去 我只感觉这种情节似曾相识 我躲在草丛里谴责着 这样对女孩子说话太过分了吧 算了 等外面那个人走了 就可以出去了 喂 你躲在这里做什么 男人冷冰冰地在我背后盯着我 给我吓出一身冷汗 我快速起身都没正脸看他 一个冲刺跑了出去 坏事了 先不管了 现在六位上级 坐在教室后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在老师之前抵达了 真是累死了 此时老师后脚就进来了 同学们安静一下 下面我有事情要宣布 同学们熙熙攘攘的在讨论什么事情 是布置作业 还是又要开又长又无聊的会 接下来宣布的 可比布置作业还要让人吓一跳 进来吧 接下来的课程中 将由高二年级的宇宙同学 担任我的助手一起辅导大家 大家掌声欢迎 我一个大震惊 啊 这不就是刚才那个男生吗 宇宙学长在我们学校可是很出名的 据说是学校非常重视的 一名特优生 还得过许多艺术奖项 有才又有颜 特别是那股高冷的气质 是全校公认的冰山帅哥 他出名 还有另一个原因 还没等花痴一号说完 花痴二号就打断了 学长 请问你喜欢那一类型女生 谁知道帅哥回答的竟然是 我拒绝回答这种无脑的问题 花痴一号又接着补充他 刚才没说完的另一个原因 他出名 还有另一个原因 就是他这样毒蛇属性的回答 反倒在学妹中更具人气 我倒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不过有一点我比较在意 好像以前就见过他 看着有些眼熟 一晃眼 放学铃声都响了 我什么时间睡着的都不知道 还是以这种奇怪的姿势 也不知道现在几点 看了眼手机 发现全是证书的消息 我到门口了 喂 怎么还没来 不是说好 十二点在饭堂门口见的吗 好多问号 我慌慌地收拾书包 心里在想 坏事了 得赶紧过去了 不然等会又要被大叔念到很久了 我起身时 余光瞥见了那个 今天来助教的男生余咒 他怎么会在这里 现在不是已经下课很久了吗 而且看起来 他似乎没发现我也在这里 他好像在画什么 说不定与课程有关 我躲在画架后面 偷偷地看了一眼 他在画什么 定睛一看 画本上竟然是一个长发的女生 他好像在画什么 说不定跟课程有关 我努力地看着画本 他居然在画一个女生 可是这个角度 真的看不清是什么样的女生 算了 我还是赶紧走吧 大叔还在等我 突然传来了一阵音乐 我趴在画架后面 这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 小心翼翼地偷描 居然是他在玩游戏 而且还是这种萝莉角色的扮演游戏 而且仔细一看 他画的不就是游戏里面的主角形象吗 这样的话 听到和看到的他 差距也太大了吧 这家伙背地里 是个二次元萝莉控宅男吗 感觉好像知道了不得了的事情 趁他还没发现 还是赶紧溜吧 结果郑叔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这下糟了 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打过来 赶紧给刮断了 希望他没有发现我 结果他直接出现在我面前 像杀了我一样质问我 怎么又是你 看来这一次逃不掉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但是要怎么说才好呢 结果我还没想好咋说 他倒是先发制人了 这些天在背后 我不断搞小动作的人 就是你对吧 我直接一个大问号 什么鬼 他接着说着 一开始感觉对我没什么影响 就一直装作不知道 直至最近周围和我有关的事物 一件件消失 你未免太得寸进尺了吧 我赶忙解释 啊 你是不是搞错什么 凭什么我要被你这样说啊 我才没做那种事 我们两个谁也不让着谁 他指责是我 说着不是你还有谁 现在证据却凿 我也直接对回去 鬼知道 反正不是我 我也懒得跟他继续耗下去 随便吵了两句 扭头走掉了 来到餐厅后 郑叔看着一言不发的我 问我所以说 刚刚有个学长 没弄清楚情况 就一股脑子冤枉 我恶狠狠地咬了一口饭 回答了一声 嗯 虽然说 被人误会并不是第一次 无论是从哪个方面上 每一次我都抑制 自己的情绪不去理会 因为我啊 就是这样不善于表达的人 但是这一次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耿耿于怀 郑叔看着我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还在生气 叹了口气安慰我说 其实说真的 当时救你在现场 难免会被误会 而且还是两次 我还那勺子回答着 我知道 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 如果是你的话 也会生气吧 郑叔看了看我 加了一块鸡排 放到我的碗里说 那让这块外素里嫩的鸡排 安抚你受伤的心灵吧 我看着鸡排上的牙印 朝他喊着 喂这块 不是你刚刚吃过的吗 郑叔非常严肃地看着我说 这是我剩下的最后一块的给你了 我黑着脸说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 此时 一个人端着麻辣烫 来到了郑叔身边 我可以坐这里吗 男同学问着郑叔 郑叔貌似认识他 问他怎么也在这里 小黄毛回答他说 看也知道吧 来吃饭 郑叔看着我和我说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摄友 江海 小黄毛看着我 朝我竖起大拇指 你好叫我老江就行 大家都是这么叫我 我礼貌地自我介绍了一下 你好我叫苏叶 这时 江南也坐了过来 好巧啊 居然还能在这个点遇到 苏叶好久不见 最近过得好吗 我甘大的回了句 嗯 挺好的 小黄毛打断了甘大的气氛 对了 刚刚社团里发的资料 我帮你拿了一份 郑叔接过资料卸了一下 我好奇地问什么 社团 郑叔看着我 嗯 本来想跟你说这件事的 我加入了摄影社 我对这方面挺感兴趣的 所以就先加入看看 说不定以后 可以尝试走这个方面的专业 我看着他们三个人 在我面前嬉笑打闹 再回想郑叔刚才说的 以后的方向 原来大树 都已经想好了以后的事了 但是我还没想好 江南看到了 我情绪有点不一样 转过来问我 苏叶呢 你加入什么社团了 我甘大的笑笑 嗯 我什么也没加入 小黄毛正看着我和江南聊天 悄悄趴在郑叔耳边 喂 他那里像你所说的那样暴力 明明很小巧可爱啊 郑叔补充说 那是你还没见识到他的威力 不过他 就是个刀子嘴斗腐心的别扭家伙 小黄毛把手搭到了郑叔肩上说道 那能不能帮哥们个忙 能不能给我他的联系方式 郑叔甩开他的胳膊 你别开玩笑了 他不会同意的 黄毛兮兮笑着说 别那么快拒绝我嘛 你怎么知道他愿不愿意 说不定我可以呢 你就 还没等他说完郑叔 就打断了他 你想要自己找他问去 我不会给他 江南看着他俩打闹 听到郑叔说那样的话 又看了看苏叶 苏叶还是情绪低落的 不知道在想什么 江南没说话 低头喝着手里的咖啡 夜晚的夏天特别凉爽 感觉今晚手感很不错 连续几局都赢了 看来我最近的技术突飞猛进 只不过郑叔这个蠢材 要是没他这几局 都不用打这么久 此时的男生宿舍 有人叫了一下郑叔 郑叔应了一声 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不许自己先开局 我有点无聊 正好社友不知道 在讨论什么东西好可爱 你们在做什么啊 我好奇地看着他们 他们拿着娃娃转过身来 你看 可爱吧 这可是我们未来的手作设计师 婷婷亲手制作的 我拿过玩偶 感叹着娃好厉害 我看着娃娃 心里想着他刚才说的话 问道 木子你有想过以后的什么 目标之类的 木子害羞地说 嗯 我以后想当一名插画师 苏叶你呢 有想过以后考拿索大学吗 或者有什么理想吗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哎 我吗 我的理想吗 回想起来 一直以来 我是因为对于画画这份喜欢 而走到现在 关于这个问题 未曾认真想过 他们两个人 好像看出了我情绪有点不对 再说都怪木子 太把卦了 我回想着 今天郑叔说的以后的方向 原来大家都已经想好了 以后要走的路 只有我 还在原地徘徊 苏叶 木子突然叫我 我还没等他 开口说话我就打断他了 别问了我不知道 木子有点抱歉的说 对不起 我问太多了 我这才缓过神来 不是的 我刚刚的意思 是我现在还没想好 我看着他们有点尴尬 这样啊 没关系 这种事 还可以慢慢想 谢谢你 还要把这个还给你 我自己坐在这里 回想着 又是这样 又把大家的气氛 搞得这么尴尬 我忘记了我戴着耳机 叹气的时候 被郑叔听到了 他一个声音 给我吓了一跳 怎么安生叹气的 该不会是想我了吧 我才离开梅一会 去死吧呆子 我朝他吼道 我问你个事 今天你说想要学摄影 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决定的 郑叔喝着水问我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我尴尬的赶紧说 没什么 郑叔突然说 哦 我知道了 你该不会就是因为这个 一整个下午 都在闷闷不乐吧 我气急败坏地说 吵死了 我才没有 郑叔慢悠悠地和我说 其实你啊 不必这么在意这件事 你当初选择这条路 不就是在追随本心吗 现在也一样 只要保持你的初衷就足够了 我还是没忍住说 你这些话 听起来意外地中二 不过还是谢谢你 我趴在桌子上想着 单单只是听着你的声音 聊聊几句一天的 焦躁不安的心 便渐渐安抚下来 初衷吗 话虽这么说 但是这个问题 还是困扰了一整晚 想象不出未来的 自己是什么样子 毫无头绪 第二天早晨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进教室 就看到了一个娇小的身影 不知道在鬼鬼祟祟什么 我手里的东西 没拿住掉落了 他转身后 我就看见了 他在翻宇宙的书包 原来这些天 在背后搞小动作的人 就是他 我突然喊他 好像把他吓到了 他的膝盖撞到了桌子 把宇宙的书 全部撞到了地上 他站起身 匆忙地跟我道歉 就逃跑了 但是他至少 把东西捡起来吧 这种事 怎么又要我来做 我给他把本子书 都捡了起来 捡铅笔的时候 居然被宇宙看到了 整个美术室安静地可怕 我咽了一下口水 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这下人脏病祸了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我一个先发制人 这可不是我做的 没想到他却说我知道 我满脸问号 啊 刚刚我在走廊上 都听到你的声音了 而且 这书包是我故意放在这里 勾引他上钩的 每一次见到你 你都是处于麻烦之中 上一次在海滩也是 你是不是忘记了 我倒是很印象深刻 暴力女 我想起来了 你是上次那个奇怪的店员 怪不得之前 总觉得这个人很眼熟 他突然和我道歉 上一次误会你的事 我很抱歉 气氛突然很尴尬 我们两个人都没说话 最终还是他打破了这个安静 就算不接受 好歹也说句话吧 没有 我只是很震惊你 居然也会道歉 我连忙解释回答 还有 你为什么要故意 对女生说那些过分的话 其实你内心 并不想这样说的对吧 宇宙看了我一眼 哈 我突然反应过来 我是不是又多管闲事了 抱歉 请当我没说过 我摆了摆手 宇宙深吸了一口气说 因为 不管我每次如何回复 他们的感情 都只会伤到对方的心 泪水 以及指责 这种愧疚感 让我不知所措 所以我想要 一开始就避免这种事 我看着他 原来他所表现出来的恶劣态度 并不是真的因为讨厌 而是因为害怕嘛 我调侃他说 其实你并不擅长应付女生吧 而且 你这么做也同样伤害到对方啊 但是只要有认真地回答对方的感情 相信他们会明白的 就算这份感情得不到回应 但是默默地喜欢 对于我们来说 或许是另一种满足 我们 宇宙突然质问我 对哦 什么我们啊 我到底在乱讲些什么东西啊 而且 这家伙又在问我的打游戏 我小声地问他 还有一点我挺好奇的 你上次为什么要躲起来玩游戏 明明在大家面前玩 又没什么 突然地大喊 不行 然后捂着嘴小声地说 要是被别人知道 我在玩这种游戏 会觉得我很逊的吧 我一个扑斥没憋住 他害羞地朝我喂了一声 我善意地提醒他 你的手机响了 快点点击这个 NPC 这样才可以触发下一条隐藏线 他看着我盯了许久说 你 你挡到我视线了 我刚大的赶紧离开 解释我的石膏 忘记收起来了 结果我跟宇宙在一起的画面 被郑树看到了 江南侧过身问 郑树怎么了 郑树冷漠地说 没什么 我们走吧 江南在郑树后面跟着 又看了看郑树刚才看过的窗口 夏天的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 江南抱着书 若有所思地跟在郑树后面 似乎在想什么 在很久很久以前 国王与王后诞下了一个可爱的公主 但与此同时 邪恶的黑女巫 向幼小的公主施下一个诅咒 那就是 永远只能如同影子般 生活难以被别人记住 而公主有一位聪明勇敢的哥哥 被世人所赞颂 许多年过去了 小公主就如同她的影子 一直生活着 这个难以被别人所注意的公主 世人称她为影子公主 小姐 您的晚餐准备好了 江南和尚说 今晚怎么这么早啊 因为少爷回来了 夫人吩咐 还没等庸人小姐说完 江南提着裙子往楼下跑去 门外是人们的说话声 这一次回来 打算待久一点吗 不了 医院那边还有很多 研究报告等着我 这个声音是哥哥的江南 看着门外 听说这次研讨会非常成功 你做得很好 哎 要是你那不成器的妹妹 跟你一样省心就好了 爸 你怎又说这个 小南他也非常努力 努力 每天都在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服装设计 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 江南话也没听完 转头走掉 小文 我胃不舒服 晚饭不吃了 小文担心地问江南 江南扶着楼梯扶手 转头朝小文做了个鬼脸 放心吧小文 这次 我是真的真的胃不舒服 江南上楼关上房间门 没错 哥哥从小就非常优秀 众望所归 与我的父母 老师 以及朋友而言 他才是大家所需要的那个人 而我就如同他的影子 只能模仿他的一举一动 却永远接触不到阳光普及的那面 在一次舞会上 影子公主对邻国的王子一见倾心 但自己所背负的诅咒 却难以使王子注意到自己 就在影子公主伤心之际 善良的白女巫出现在他面前 白女巫轻声地说道 亲爱的殿下 我无法解开黑女巫强大的诅咒 但我会给予你一个祝福 让你恢复你原本的光芒 敲响第三声终声前 让王子爱上你 那么诅咒就会消失 影子公主抓住了这个机会 主动靠近王子 舞会上 两人一起度过了快乐的时光 但是第一次终声敲响了 王子并未向他表白 第二次终声响起 影子公主知道自己 注定无法破除诅咒 等一下终声响起 王子就会遗忘他 当最后一次终声响起之际 王子终于向公主示爱 魔咒消失了 影子公主终于恢复他原本的光芒 最后 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童话故事真是美好 每个主人翁都能走向幸福的结局 我也希望我能够得到幸福 只属于我的那个王子 真的会出现吗 或许他已经出现了 夏天的校园操场高一的学生 在教官的口哨下军训着 站好了 还有90秒才到两小时 江南热得有点发云想吐 拍了拍脸 使自己清醒一点 如果在这里吐了太尴尬了 此时一个男生 正在研究相机自言自语 这种相机我懂一点而已 随便拍的时候 看见了江南 那个女生脸色好吓人 她没事吧 江南用手捂着嘴块撑不住了 还好教官说了一声解散 但是江南已经晕眩地倒地了 好在江南在倒下的瞬间 被人抓住了手臂 江南用最后的力气睁开眼睛 想看清楚是谁 同学 振作一点 同学 江南清醒后 看着前面的男生 心脏跳得飞快 在他的视角下 前面的男生就是王子 他隐约地记得 对面的男生是同班的郑叔同学 虽然之前就觉得他长得挺帅 但感觉今天的他格外耀眼 郑叔不敢正眼看他非常纳闷地在想 话说 从刚刚开始就发现 那女的怎么老盯着我看 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郑叔看了看手里的水 难道他想喝水吗 江南也被郑叔的热情吓了一跳 连忙谢谢 江南接过水 感觉面前这个人就是王子 幻想着郑叔穿着王子服问 美丽的江南公主 不知可否能邀你同舞异曲 江南拿着童话书 幻想着大喊我愿意 这才发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羞耻的白人梦 不过我的王子似乎有了在意的人 江南摇了摇脑袋 暗示自己别乱想了 特意和他一起报了摄影社 明天又可以见面了 想送这副手套给他 会不会有些太夸张了呢 这里的枝花竟然错线了 怎么办 是重新做一副呢 还是临时改一下线 算了 今天熬一下夜 应该可以重新做一副出来 江南把头发扎了起来 所以一定要做得最好 只有最完美的礼物 才能配得上最完美的王子 虽然我不会遇到善良的白女巫 但我可以更加地努力 或许可以吸引住王子的目光 起风了 我看着漫天的飞舞的黄叶心里想到 果然秋天到了 感觉凉嗖嗖的 你站在那里做什么 怎么不进来 郑树站在门口问我 面容温和 身后突然冒出一个脑袋 苏夜来了 是之前的室友 还记得我吗 我是老江 江海乐呵呵 结果被郑树一把蓝锅拉走 转头对我说 快点进来吧 我跟在两人的后面进入房间 这就是摄影社啊 我东张西望地看着 那边师兄叫两人去帮忙 郑树叫住我 苏夜你在这里等我 我马上就回来 我点点头 有些害羞 什么骂 又不是小孩子 我脸颊微红 这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苏夜 你来了 是江南 我一转头 看到一个灿烂的笑容 照顾他们呢 在那边 我给江南指了指方向 谢谢 那我先过去了 江南面色愉悦 快步走上前 我的心中却突然有些不知所措 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背影 若有所思 差点忘了 他也同样加入了摄影社 总感觉心里有些乱糟糟的 说到兴起时 江南把手搭在了郑树的身上 我注意到了 心中暗暗有些不爽 不对 我到底在不爽些什么 意识到了自己的心里 突然有点尴尬 我扭过头不去看他们 安慰自己 我又不是他唯一的朋友 就在我出神的时候 突然听见相机的咔嚓声 哇 这个表情够蠢 捡到宝了 喂 快点我删掉 我扑上前去 郑树却用手按住我的头 这可是我的新相机拍到的第一张照片 你不该感到荣幸 切 我猜不谢呢 我踢了郑树一脚 荣幸你个头啊 我抢过相机 不过这里要按哪里啊 喂 郑树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你可不要把我的相机搞坏啊 他俯下身拍了拍我的头 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要是坏了你可要陪我 我们的距离很近 我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气氛暧昧 郑树 突然一声大喊 我的头撞到了他的下巴 我抱头蹲下 老师叫我们过去集合了 郑树笑着回应 又摸了摸我的头 好了 不跟你在这瞎扯了 我先去忙了 走了 我心中微微一动 大树他 很温柔 但是他越温柔 我心中的占有欲就越强烈 这种自私的想法绝对不能说 明明是不能说出口的 但我却 等一下 我拉住郑树的衣角 郑树停下来看着我 我却激动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心中暗暗想到 糟了 不自觉就 我该说什么啊 此时的我抓耳挠腮 要说什么好呢 我 实在说不出口 找借口溜之大吉 我要出去溜达溜达 有事打我电话 转头急匆匆地跑走了 搞什么呀 郑树傻呆呆地站在这里 不知所措 另一边 我出门之后 几乎是飞一样 越跑越快 直到足够远之后 才逐渐停下来 喘着粗气 心中砰砰直跳 分不清究竟是因为刚才的事情 还是由于跑步 我心中还是紧张不已 抓紧了自己的衣角 我刚刚到底想说什么 心绪纷乱如麻 手机突然震动 我拿起看了看 这是一个微信好友申请 是宇宙学长 什么情况 15分钟之前 在天台的某一个角落 宇宙学长正在手机上打小怪兽 手机嗡嗡嗡地响着 宇宙被打断有点不爽 什么时候被他们拉进班群了 这么多消息 都没法好好打游戏了 还是屏蔽吧 就在他点进去的一刹那 突然一个账号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是苏叶 看着可可爱爱的小猫头像 宇宙微微笑道 真像他的风格 宇宙的手按向了家好友的键 验证申请写什么呢 我是来和你讨论游戏攻略的 我是来催交作业的 我快通关了 不好不好都不好 究竟该说什么啊 此刻宇宙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我究竟在纠结些什么啊 他简直自己都搞不懂自己 随便发过去就行了 先发送 他加了 宇宙又开始陷入新一轮的纠结 要先发消息给他吗 会不会太主动 等他回复 是不是又太不礼貌 那还是 砰的一声 我猛地打开天台的门 宇宙蹲在墙角 吓得一击灵 他怎么了 他来这里做什么 宇宙看着我想 我却没看见宇宙 自顾自地 想着心里的事情 望向楼下 依旧是一片 其乐融融的场景 我深呼吸 努力保持着平静 但并不如我所愿 宇宙张了张嘴 就听我冲着楼下喊 义愤填音 气鼓鼓地大骂了 郑树一通 语言打码不能听 一旁的宇宙听见都震住了 结果楼下的郑树 根本没有听清这一切 还在回过头 疑惑地找着什么 他似乎听见 刚刚有人叫自己似的 你唤听了吧 算了不想了 出了气的我坐在天台上 也觉得自己非常莫名其妙 我刚刚到底在干嘛 明明他什么都没做 但我心中却一片恼火 想不通 不过骂出来之后 舒服多了 嘿嘿 我得意地坐在阳台笑出声 宇宙躲在一旁不敢出来 所以现在是怎样 一阵发火一阵大笑 宇宙汗颜 而此时终于发泄出的 我终于注意到 墙角有一个书包 好像看起来有点眼熟 是被人落下的嘛 我想捡起书包 咦 怎么落不动 我用尽力气 声拉硬转 但是书包 还是如石头一般 纹丝不动 是被什么勾住了吗 我疑惑地往后面看去 只见宇宙一脸尴尬地望向我 你 你怎么在这里啊 所以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我一脸黑线 宇宙转过头去不愿面对 我很早就在这里了啊 本来想说的 只是你来得太匆忙 什么嘛 我还以为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靠着墙角坐下 话说学长是躲在这里 偷偷打游戏的吧 宇宙被说重心思 身体一抖 我继续说着 你突然加我 是有什么事吗 一套操作下来 宇宙的脸热得发烫 心中暗响 要这么直接吗 我是来通知你 素描考试考得很好的 宇宙把借口说得理直气壮 我不已有他 原来是这样 学长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怎么你知道成绩之后 不是特别开心啊 我对学长的问题有些意外 但还是回答说 我只是觉得 如果太看重名次的话 会渐渐失去 我最初踏上这条路的初衷 变成我的枷锁 枷锁吗 宇宙若有所思 回想起自己小时候 因为第一张画而被表扬 但后来 逐渐他的生活就在比较中度过 他坐在画板前 也失去了当初的笑脸 拿着画笔的手 迟迟不肯落下 我 宇宙刚想说什么 我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 果然发完脾气 肚子很容易饿呢 宇宙偷笑 我看着他的笑脸 原来他也会笑啊 等下他刚刚在笑谁 意识到这点的我有点不爽 宇宙打开书包 递给我一个饭盒 这个给你 我从家里带来的盒饭 好可爱的便当 而且吃起来也好好吃 这是出自厨神之手吗 我双眼发亮 过奖了 这是你亲手做的 我难以置信 没想到你这么喜欢美术这个专业 喜欢又能怎样 不过是图有这份热情罢了 当别人问起我的未来时 我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但是有一个人跟我说 只要保持初衷就够了 想起那个人 我自己都没察觉到脸上的微笑 这个人莫非就是你刚刚狂骂那个 我被这句话噎住 没事吧 这个给你 宇宙递给我保温杯 不好意思地浮上我的背 我可不想别人吃我做的东西被呛死 那个人能使你反应这么强烈 想必对你很重要吧 是啊 很重要 他一直以来包容我 支撑我 这些点点滴滴 都足以证明 他对我是如此重要 是他的电话 怎么没接啊 郑树拿着电话疑惑到 突然江南叫住了他 只有紧抱着东西的手 透露着他的紧张 怎么了 郑树回答 这个手套 请你收下 怎么突然送手套给我 郑树还是一如既往的神经大条 江南一脸紧张 张了张口 还是没说出口 因为你平时帮了我不少忙 所以想要谢谢你 江南表面友好的笑着 心里大叫 讨厌 我到底在说些什么啊 来是拍了江南 同学来喊他了 江南匆匆把手套塞到正树怀里 总之请你一定要收下 那好吧 谢了 心里默默给江南发了一张好人卡 真是个讲礼貌的人啊 咦 窗外的是 苏叶 走廊上 宇宙和我默默的前行 谢谢你的便当非常好吃 我礼貌的微笑 宇宙张了张嘴 表情晦暗不明 那下次我再给你做一份 当做你帮我通关游戏的谢礼 还有下一关也拜托你了 海来 树叶 我转过头看去 是正树啊 他怎么来了 我给你打电话 怎么都不接 抱歉 我手机开静音了 我和大树聊起来 一旁的宇宙插不上话 那我先走了 明天见 转身离开了 他是谁 他是我们专业课的助教 就是上次冤枉你的那个学长 虽然是这样 但感觉他算是值得一交的朋友 我解释说 你那件事才几天 一下子就变成朋友了 你什么时候 也变成这么肤浅的人 肤浅 你是说我吗 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我被说得有些脑木 反唇相机 但大树这次却没有反驳 如果我说是呢 我就是吃错了怎样 正树恶狠狠地拉起我的兜帽 反正不管如何 你最好的朋友必须是我 我心中一阵悸动 大树这么说的话也太 太犯规了 我低下头整理发型时 突然注意到了 正树手中一直提着的绿色礼品袋 这袋子 我记得是江南手里拿着的 心中突然涌起汹涌的失落 什么吗 明立要求别人 把他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 却收下了其他人的礼物吗 那你呢 你和江南是什么关系 我和他就是普通朋友啊 普通朋友 会随便收下别人的东西吗 你这个喜新厌旧的家伙 这口气 搞得像质问自己男朋友劈腿一样 本来一份填膺的 我像被突然按了停止键 一下子愣住了 难不成 他蹲下直视着我 你真的喜欢我了 哈哈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正树突然向后退去 奇怪 怎么没反应啊 他看着我的脸 看着我又惊又羞的双眸 也愣住了 看着没心没肺的正树 我气急 你说什么话啊 自己待着去吧 一巴掌拍飞正树 我又走在树荫下 刚刚那个样子 肯定被他看到了 以后一定会拿这个来取笑我 我气鼓鼓地边走边响 后面的草丛中 传来了沙沙的声音 我吓得一击 转过头看去 什么也没有 是错觉吗 你你好 我不由得吓得 往后急急退去 撞在了树上 眼镜女孩 不好意思地走过来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下你的 可以求你帮我一个忙吗 眼镜女孩弯下腰 对我伸出手 我突然想起了这个同学 你是上次那个 你好 我是造型C班的乔南旺 乔同学似乎非常害羞 抱歉 像我这样毫无存在感的人 名字却叫南旺 果然很奇怪吧 不 我可没这么说 而且 这名字挺适合你的 你真是好人 乔南旺好像十分感动的样子 他容易激动的性格 在某些方面上 的确让人很难忘了 我们坐在长椅上聊天 所以你刚刚说 要我帮忙是 是这样的 可以帮我把这个手帕 还给宇宙学长吗 对对不起 我知道是不对的 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乔同学又激动地 说了一大长串话 还不停地鞠躬 我觉得他有些可爱 但还是拒绝了他 抱歉 我不能帮你这个忙 这些话 你应该当面和他说才对 当面绝对不行 跟他对视的话 我绝对会死掉的 乔同学连连白手拒绝 我深吸一口气 真搞不懂你们这种喜欢 明明想要接近 为什么却总是在逃跑 想要靠近 却不敢靠近 想要保持距离 又追寻他的痕迹 果然喜欢能让人变得很奇怪 因为他的一个小动作 心跳加快 希望他嘴角爬上笑容 想要每一句温柔的话 都属于自己一个人 喜欢人一个人 就会忍不住 一直用眼睛用心注视着他 就算在人群中 也能一眼找到他 我心里好像也想起一个人 我只是在想 你为什么会喜欢上学长 明明他对女生很冷漠 其实他一点都不冷漠哦 谈起学长 乔同学似乎话就多了起来 我好像也一样 结果被他拖住 硬生生听到这个点 大叔打来电话 苏大人 你总算听电话了 有什么事 我是来请你吃饭赔罪的 希望大人不要和小人计较 真是幼稚鬼 我说着 嘴角却控制不住的上扬 敢肯定你就在附近的商业街 真巧 我现在也在附近 我现在就过去找你 忽然一阵大风刮起 一个新型气球被吹到我眼前 童话一般的 当气球从我眼前飞走时 郑树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眼前霞光漫天 落叶飘散 喜欢上一个人 即使他在人群之中 也能一眼就找到他 我脑海中浮现这段话 同时郑树的声音响起 找到你了 命运般的 那一份若有似无的心跳 却重如千钧 行人在眼中不复存在 那份朦胧不知所在的情感 现在终于能真真切切地 在心底凝结成形 如果这就是爱 我早就被困住了 宿舍里 我早早地躺在了床上 今天入睡得很早 摄友们都很意外 其实我根本没有睡着 心里纷乱如麻 怎么办 我居然喜欢上他了 这种事从未想过 也不敢想过 因为他可是我最重要的朋友 他可是无论何时 都会站在我身边 为了我拼尽全力的朋友 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 在我梦想碰壁的时候 是他的出现 给了我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我就知道 你在这里 你躲在这里干什么 不用你管 你来我家干嘛 小树从兜里掏出很多零食 你看 这是我奶奶买给我的 还在为画画的事情烦心 今天没心情和你玩 说吧 到底有什么事 你一有烦心事 就会去狭窄的地方待着 小时候的我 蹲在衣柜里 想了又想 为什么我连一个 简单的圆锥体画不好 我是不是很失败 大树一脸不屑 就因为这一点小事 这才不是小事呢 我有些生气 老是一个星期前就布置了 我画还没说完 大树撕开了零食的包装纸 把吃的塞进我的嘴里 如果画画让你觉得不开心 那还不如吃点东西 怎么样 这个味道还不错吧 我似懂非懂 不要我就要画 我要画一辈子 那我也要一起画 还画得比你好 大树攀比着说 什么 然后气死你 梦里的大树变成了无数个 吓得我惊醒出了一身冷汗 到底是个什么奇怪的梦啊 醒来看看 手机才五点四十五分 天还没有亮 我推开阳台的门 早上好像下雨了 空气很湿润 雨后的空气真是清醒 这是我忽然看到 楼下出现了一个人影 是大树啊 他朝我微笑着 看起来心情不错 我有些始料未及 你怎么来了 糟了 好像喊太大声了 幸好摄友们 好像没有被我吵醒 我捏手捏脚 拿出手机 给大树发起了消息 怎么来了 我出来晨跑啊 怎么路过我们楼下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突然想走这边 没想到正好遇到你醒着 说不定 这就是上天的安排 我看着手机上的这句话 心里默默想 或许这真的是上天的恶作剧 雨滴打在叶子上 一如我的心情 神明 如果能够停止时间 我只想在这美好关系里 永久居留 但我知道 在我意识到的时候 这份喜欢 已经停不下来了 我是苏彦 从小因为说话 太过直接遭受同学的排挤 而我的 青梅竹马正数 却是人群中的焦点 虽然只是表面 背地里 是一个非常孩子气的幼稚鬼 各大相径庭的我们 却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我以为我们会继续这样下去 但我发现 我好像喜欢上了我 这位昔日的好朋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关系 不就渐行渐远了吗 不过没多大关系 只要我像往常那样 对待他就好了 我边画画边 这样想到 所以快帮我看看 要怎么画 你这里隐形要擦出反光来 还有你在 不然美术考又要挂科了 正书还是没心没肺 呲牙一笑 但我的心脏 好像和之前不同 突然漏了一拍 自从上次发现 自己喜欢他之后 现在根本无法指示他了 怎么办 突然 旁边的交谈声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原来你经常带的发饰 都是自己做的 好厉害 自己闲着无聊 就坐着玩的 是江南 他这么厉害 你可以教教我吗 一个女同学说 得了吧 画画都画不好的人 还学什么手工啊 江海太不会看气氛了 立马挨了一个暴力 是谁啊 宇宙学长严肃认真的教训 自己都画不好的人 还有什么自个说别人 等等 大家怎么都在这儿 因为过几天就要美术考了 只能临时抱佛脚了 接下来两人一组 彼此画对方练习吧 我和大树很自然地被分道一组 我坐在画板前 心中不知在想什么 悄悄看向大树 大树低头画画的样子很安静 也很好看 不好 他好像发现我了 视线对上了 吓得我赶紧扭头 别老乱动啊 我这样都画不好了 大树吐槽道 但是彼此画对方视线对上 也是难免的事 我脸微红 我到底在紧张什么 手都在抖 这里造型歪了 宇宙学长突然从我的背后出现 指点到 他的指导非常精确 我不由得也认真地开始学习了起来 此时我没注意到 大树望着我们的背影 眼神有些难以言喻 悄悄地凑过来 伸出脑袋 挪到我们背后抱着画板 左左右又乱晃 树叶 我要看看你画的 现在正忙着 等等再看 我冷声拒绝 宇宙学长也发现了不安分的大树 他该不会就是上次在天台被你骂的那个吧 这种事情不要讲出来啊 被他听见我就死定了 我赶紧捂住学长的嘴 一时没注意动作 似乎亲密了一些 突然 一只手拉住了我的手腕 树叶 这只笔借我吧 他的表情好像有点严肃地看着学长 笔和那么多笔 干嘛要拿我手上这一只啊 我气鼓鼓 只有你手上的 这只是最尖的啊 要画就自己去削呀 宇宙学长突然打断我们的斗嘴 你的造型全歪了 他站在大树的画板后面 我这边恢复了平静 但手却不自觉地俯上了 刚刚大树触碰过的手腕 就算我下定决心像以往那样看待他 但是喜欢就是忍不住去区别对待 终于画完了 好累啊 江海伸了一个懒腰 而且做了这么久 肚子都饿扁了 我们去买点吃的吧 江南 你想要吃点什么吗 被叫住的江南一愣 抱歉 服装社那边突然有事 我就不去了 学长呢 宇宙学长想吃些什么 我不用 宇宙学长淡淡地说 却没有动作 表情愣愣地看向远方 怎么了吗 同学有点疑惑 没什么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学长拿起背包 起身要离开 怎么都走了 郑树你呢 郑树却神秘兮兮地 冲着江海做了一个手势 嘘了一声 江海没明白为什么 大树向后指了指 我迷迷糊糊地 坐在画板后面睡着了 同学们开心地围过来 小声地在我旁边笑着 那我们先走了 郑树坐在我旁边 看着东倒西歪的我 笑得开心 突然我从梦中惊醒 一个机灵给郑树吓了一跳 然后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由于刚才的动作 我身子一歪 向旁边倒去 郑树注意到手足无措 慌张抬起手 扶住我的脸颊 竟然还在睡啊 这么大的动作都没有吵醒我 郑树甚至有点无语 你看着我的脸颊 不禁露出了一抹笑意 这种机会可不多见呢 我躺在她的腿上 大树温柔地看着我 突然 小恶魔附身 拿出手机 拍下了我的睡颜 真的很可爱 大树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呢 她的手轻轻抚摸我的发顶 心里想着 一点都没变 头发还是跟以前一样 总是乱糟糟的 树叶被风吹动的 沙沙作响 在这个充满阳光的午后 隐约听见低沉的呼吸声 阳光洒在她的肩头 以及那个温暖和温柔的触感 让我觉得无比安心 悠悠睁眼 郑树的面庞出现在眼前 不是梦 醒啊 大树看着我笑 怎么回事啊 好难为情 我猛地从大树膝盖上起来 脸颊红红 好像烧着了一样 你这样立刻起来会头痛到 我不愿回忆 我这样睡了多久啊 头发揉得乱糟糟的 大树见兮兮地掏出手机 给我看我的照片 没事 不用慌张 没有流口水 你看 混蛋 快给我删掉 我以后没脸见人了 删什么 删这张照片 要纳入你的专属丑照相册里 永远地珍藏起来 我突然变得有些惆怅 什么永远啊 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都不知道 我神情低落 你在说什么话 这种事根本不用怀疑 难道你不愿意和我当一辈子的好朋友吗 我定定地看着郑树的脸颊 不知道说些什么 许多我们以为牢固的事情 或许在不经意的瞬间 就会轻易瓦解 因为太过重要 所以我宁愿停留在这一刻 当然了 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 好了 不说这个了 我放下揪他耳朵的手 考完是陪我去个地方吧 好 叮铃铃的门铃声响起 猫咪咖啡馆 我推开门 和店长亲切地打了一声招呼 这不是苏叶和郑树吗 欢迎欢迎 店长是我们的老熟人了 原来你让我陪你去的地方 就是这样 郑树东张西望 看着周围的猫咪 郑树 你看是紫菜卷哦 我把紫菜卷抱着对准郑树 把他吓了一跳 哇 太近了太近了 紫菜卷是刚好 遇到他的时候 正吃紫菜卷 所以才得名 郑树吐槽我起名非常敷衍 我吸着猫一脸沉醉 回答道 这才有纪念意义吗 这是哪门子的纪念意义 进入猫咖我左拥右抱 拿起两只猫就使劲吸 你够了没 猫都被你摸脱了 这才不够呢 我们很久才见一次面 因为牧子对猫过敏 所以不能带回宿舍 幸好店长收留 郑树却觉得 猫咪在这里会更好 当初 跟着我拾猫咪瘦瘦的 你看现在在猫咖里 它都胖得跟球一样 而且在这里 它也不再是大街小巷中 流窜的野猫 交到了很多朋友 不是吗 就像你一样啊 郑树看着我笑道 我不禁回想起了自己的境遇 脸上不由的一愣 话虽如此 但我还是不懂 如何跟朋友相处 比起紫菜卷来 我可能更输一筹呢 我低下头 看着可爱的紫菜卷 这种事情可以慢慢来吗 郑树安慰 此时 郑树的电话震动了起来 谁这个时候打来电话 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突然脸色一变 好像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猛地站起身来 把面前的饮料都碰洒了 看着郑树慌慌张张的样子 我若有所思 是发生什么了吗 看着郑树离去的背影 我不禁按想到 他是怎么了 阳台上听着手机不住的震动声 郑树还是没有勇气接起电话 最终 他深吸了一口气 有什么事 他面色阴沉 听着电话那头说的话 他不禁捏紧了拳头 脸色也越来越差了 沉默良久 他终于说出了一句话 你现在倒还有脸跟我说这种事 他开口既是生气 又是讥讽 妈为什么离开你自己心里 难道不清楚吗 别再打过来了 说吧 就挂断了电话 方才身体用力垂向的墙壁 手还隐隐作痛 低下头 还没等心情完全平复 手机又是一阵震动 郑树不耐烦了 接起电话大声道 我不是叫你别再打过来了吗 电话那头传出江海疑惑的声音啥 你什么时候说过啊 原来是老江啊 郑树有点肝大的轻笑一声 你是吃了几斤火药啊 说话这么冲 我搞到了几张动物园的优惠券 我们一起去动物园玩吧 毕竟刚考过试 也要放松一下嘛 这件事 你记得和苏叶说 郑树好像终于想起咖啡厅中的我一样 从阳台看去 我的深周散发着光 知道了 就这样 白白 我挂断了电话 郑树唤起了一副笑脸 进入咖啡厅内 怎么就你一个人 猫呢 他笑着对我说 去和他的同伴完了 我还是关切地问道 你没事吧 刚刚是谁打给你的 你的脸色好沉重 郑树不太愿意多聊 只是打哈哈的 我没有脸色沉重啊 刚当是老江他们 邀请我们去动物园玩 你想去吗 如果我不想去的话 就像之前那样 我想去 我鼓起勇气 对郑树说 我不想再退缩了 此刻 我的勇气 让郑树此时也感同身受 看着我的脸庞 不禁有些出神 是吗 我竟然开始担心 有一天 你会离我而去 明明一早就决定好了的 郑树搅拌着饮料 若有所思 那就一起去吧 只要你幸福就够了 次日 阳光明媚 他们一行人 坐在开往动物园的 大巴车上 江海拿出一袋薯片 抛得哗啦啦的响 还伸出手地给旁边的人 这边这位酷哥来包薯片吗 不用了 宇宙手拖着下巴 凝望远方 非常有派头 酷酷地说 我不吃蓬化食品 年轻人就该多吃这个 唉 你别教坏学长啊 江海探出头来 问坐在后面的我 你要不要吃薯片 不用了 谢谢 我一脸疲惫憔悴地说 哇 你黑眼圈好重啊 江海感慨 昨天晚上心情太复杂 所以失眠了 这怎么说的出口啊 我苦笑着说 没事 本来是想要在车上哺哺叫的 但现在这个情况 谁还能睡得下 这家伙还在说一些奇怪的梦话 唉 你这家伙 我把他的脸推开 结果这小子又软软地倒了下来 你给我起来啊 到了动物园 动物园里人头攒动 整树这小子睡得神清气爽 而我却是一脸烦躁 旁边同学亲切地关心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笑意盈盈地说 就是有点累吧 旁边 郑叔还在说风凉话 我说你啊 刚当在公车上也不休闲 瞎折腾什么 这要怪谁啊 我气得不行 要不是现在在公共场合 我分分钟笑死你 我的怨念已经结成实体了 大家先来看谈地图吧 我们先去哪里比较好呢 等等 我好像看到了 那一袋子 没有其他人看到吧 这是不是很尴尬 如果当面讲的话 会很尴尬 或许这是新的时尚呢 怎么办 该不该告诉他 我十分纠结 就在我愣住的时候 江南似乎注意到了 他走上前去 很自然地 把一条围巾搭在他的身上 这条围巾和你今天很搭哦 完美地解决了问题 然后在无人注意时 悄悄地告诉他事情的情况 还好你告诉我 帮大忙了 两人齐了融融的画面 我都看在眼里 有些羡慕又有些嫉妒 大家果然更喜欢 江南这样的女孩子 亲切温柔 不像我充满刺而难以接近 小时候为了保护自己 而充满尖刺 这一次 我想拔去身上的刺 大家快跟上 别走散了 走吧苏彦 我们快点过去吧 同学们友善的面庞 让我有些动容了 这一次 一定要努力靠近大家 话虽然这么说 但现在这个情况 我怎么靠近啊 动物园人怎么这么多啊 大家都挤散了 苏彦 跟进我别走散了哦 就算你这么说 我也很难吧 那你抓住我的手 大树大声说着 向我伸出了手 牵手吗 我有些犹豫 看着郑树的脸 我的心漏了一拍 还没等我犹豫中决定 后面人潮又开始涌动 把我向前推了一下 郑树抓紧了我的手 再触碰的一刹那 感觉周遭的声音都消失了 只留下我们紧握的双手 突出重围 我刚想说感谢 却看到那个人的脸 怎么是学长 我震惊了 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郑树也突出重围 与同学们会合了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他笑着转头说 还好我刚刚有拉着你 不然早走丢了 你的手为什么一直在抖啊 转过头 却看着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大爷 被他牵着手 不停地抖着 臭小子 连老头子的手 你也敢牵 对不起 郑树赶紧道歉 那树叶到底在哪啊 学长也不见了 快打电话问问他们 电话打通了 我的声音出现在手机里面 树叶 你现在在哪啊 不是说好跟着我的吗 刚刚人那么多 我也没有办法啊 我听着手机里郑树的抱怨 无言以对 不能让他知道 刚刚错把学长当成他了 那你现在在哪啊 我其实也不知道 学长及时插话 我们在东区 我抬起头 他站在东区的指示牌旁边 这声音是学长啊 你们在一起吗 同学们都惊讶到 让我看看东区 我们在这儿 他们在那儿 你们俩怎么跑得这么远啊 看了地图才知道 走得有多远 几乎穿过大半个园区了 是因为我刚刚随着人群一直走 不小心就 我刚大的解释 既然大家都不是独自一人 为了节约时间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没意见 那就这么决定了 同学们达成了一致 郑树的表情 却有些殷勤不定 此时同学们自觉地分成了两对 郑树和江南 被自动分到了一组 江南笑着问他 想去什么地方呢 他好像才回过神来 说我想去水族馆 表情认真 那是一个离东区很近的地方 另一边 我也在问学长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学长理直气壮地说 跟我说走吧 去了 到了你就知道了 学长神秘兮兮的 不愿意透露 这家伙到现在 还是这么喜欢装酷 我偷偷吐槽 到了目的地 哇 是鲸鱼表演诶 我看得两眼放光 真的很可爱 我被精彩的表演看得入迷 开心极了 海豚真可爱 不过为什么大家的座位 都离我们那么远 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看着水中 下一刻 海豚靠近观众席 一阵波浪扑向台上 这一刻 我好像明白了 为什么大家都不做前排 但预想中的水浪 并没有打在自己身上 我睁开眼 却看到了学长的身影 你没事吧 他关心地问我 肩头已经被打湿了 纪念品商店 由于学长的衣服 全被打湿了 于是 我们只好先来买衣服换 没想到 他竟然冲上来 帮我挡了水花 不过虽然没露到 全身湿透的下场 但下半身还是湿了 我无力吐槽 两个人都像落汤鸡一样 真是挺难受的 总之赶紧买件衣服换上吧 我转移了话题 不过动物园纪念品店里 真的都是动物樱花的衣服呢 画得很可爱啊 而且这猴子 怎么有一种江海的既视感 这只小熊 也像木子一样可爱呢 如果是江南的话 应该更像一只美丽的天鹅吧 我看着这些可爱的樱花 一个个想着 刚好买一送一给大家 各自买一件好了 突然 一只沉默的学长开口 这件衣服感觉很适合你呢 他手里的是一件 小刺猬图案的衣服 刺猬吗 我有些震住了 他是在暗示我说话 总是带刺吗 明明我最近都有在注意啊 我心中有些懊悔 你在任何人面前 都像一只时刻警惕 竖着刺的刺猬 学长此时开口道 我看着他的脸 为什么不尝试 脱下你的盔甲呢 我若有所思 盔甲 是因为之前发生过 一些不好的事情 导致自己性格方面 渐渐不懂得 如何与人相处 但是现在 我也想努力改变自己 逐渐亲近大家 再不换衣服 就要感冒了 说完这些 我有些不好意思了 也不敢看学长 赶紧拿起一件衣服 这个图案非常适合你呢 拍在了学长的身上 学长拿起衣服愣住了 北极熊 这个图案真的适合我吗 那郑树呢 他像是什么动物 学长好奇道 他呀 我在脑子里想了一圈 他像蜘蛛吧 我嘴角抽搐 水族馆里 人头攒动 好多人都在认真地 欣赏水族缸里的风景 郑树东张希望地想到 书彦那家伙 有没有来这里啊 旁边小孩的声音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爸爸快看 那边有小丑鱼 看着旁边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的场景 郑树一时之间看呆了 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 真是一堆令人羡慕的父子呢 此时江南插话 打断了大树的思绪 要是我父亲也这样温柔就好了 没想到江南先开口说着 说起来上次那件事之后 郑树你和爸爸最近有联系吗 还是老样子 郑树冷冷地说 我和他还是不来往 也没有必要来往 可是 江南还想要说什么 却被郑树打断了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他勾起一抹勉强的笑容 江南说不下去了 抱歉 是我问太多了 他也有些不好意思 人在担心的时候 果然会胡思乱想的 郑树看向旁边的情侣 情侣的脸 好像变成了我和宇宙的脸一样 让他非常不爽 咬牙切齿 可恶 树叶和那家伙 现在肯定玩得很开心吧 连条信息也不发一下 说不定经过今天之后 那家伙就会取代我 成为树叶最好的朋友 此时 在水族馆另一头的 我打了一个喷嚏 感冒了 只是鼻子突然很痒 我揉了揉鼻子 也不知道大树他们现在 怎么样了 虽然说是分组活动 但是其实很想和他 看到同样的风景 也不知道他现在干嘛呢 我们两个同时这么想到 心中都牵挂着对方 水族馆内 我和郑树两组人 站在大水族箱的两端 隔空对望 某一刻 我们两个的视线 似乎对了上去 但是完全认不出 因为映照在水中的脸 完全变了一个模样 甚至还有点搞笑 大树捧着手机 怨念道 这家伙居然到现在 一条信息都没发过来 果然是玩得连我都忘了 我是绝对不会先打给你的 一旁的江南看入了迷 整心情大好 真的好漂亮啊 看着水族箱中 水母上上下下的游异 感觉就看到了魔法一样 下一条裙子 用水母作为元素做出来 肯定会好看的 有那个点子 他回头想和郑树分享 你看这水母的触手 看起来有点像裙摆 人呢 他向后看去 并没有看到郑树的身影 身子往后一退就撞上了 因为极度而面目全非 怨念暴增的郑树 放大板 郑树 你怎么了 吓得江南赶紧问道 我没事啊 郑树又突然笑得春风拂面 其实只是强颜欢笑罢了 但江南看着郑树的脸庞 还有他亮着的手机 有点震住了 那个我们还是 去找苏叶他们吧 江南笑着说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样子 他真的是一个 很细腻的女孩子 要不要先给他们打个电话呢 说不定 他们也到这边来了 此时 江南好像突然看到了什么 吓得脚步往后一仰 撞到了郑树的身上 而且头发竟然勾住了 郑树的扭扣 另一边 我看着水族箱里 咕噜噜地冒着气泡 心里想着 不知道大树在淡麻呢 他会不会和江南玩得 很开心呢 我的心中 恶魔和天使不断打架 要是他有想到我们 怎么到现在 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抱着手机 神情有些沮丧 果然是玩得很开心吧 这时突然来了一条微信 我迅速点开 满心期待 结果是妈妈发来的 早晨起来六件事 希望破灭 我偷偷叹了一口气 我期待些什么 他的朋友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必要时时刻刻 和我待在一起 果然变得贪心了呢 感觉你好像很在意正数 学长问了起来 从刚刚开始 就是一边盯着手机 一边叹气 是在等他的消息 我被学长这么直白的问话 吓得一愣 脸上瞬间就变红了 虽然听说你们是青梅竹马 没想到感情这么好啊 不 我只是我害羞的 不知道说什么好 慌张得很 没错 我们确实是青梅竹马 他是我从小到大 唯一的朋友 而且在我遇到困难时 他都会出现 不知不觉 我就有些依赖他了 真希望我能改掉 依赖别人的坏习惯呢 心中却想 我要把内心刚萌发的苗子 一次拔除 只有这样 我才能永远陪伴在他左右 学长看了看我 强颜欢笑的脸 并没有说什么 他的声音很轻 明明你可以依赖身边的人 我没有听清 水族馆的声音太嘈杂了 学长咳嗽了几声 没有听清的话 他也没有勇气 重新说一遍了 果然 除了那个猪脑子以外 其他男孩子的心思 都很难懂啊 我有点气鼓鼓的 话说对面那个人影 你不觉得有些尴尬吗 我看到对面 两个在一起的人影 说起来是啊 好像被塞了狗粮 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吧 我和学长达成了一致 就是有点好奇 这对情侣 到底在做什么 我好奇心大爆发 我就想瞄一眼 这一眼就看到了 是江南和郑树 他们依偎在一起 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我愣在原地了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表情 而另一边 江南和郑树的状况 当时江南笑着对郑树说 我们还是去找苏叶他们吧 脸上的笑容温柔和蔼 说不定 他们已经到了水族馆东区 此时 远处有人突然 路过一个脚步绳 江南已经向后撤去 不小心倒在了郑树的身上 头发非常巧合地 刮在了郑树的扭扣上 头发好像被勾住了 要不要先把它放下来啊 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慌张 江南将头发放了下来 郑树正在解开头发 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好 都怪我不小心 说什么呢 如果弄疼啊 就跟我说 两个人此时距离较近 看上去就像一对情侣一般 此时的江南 心如肋骨 心跳声非常的大 他眼中的郑树 就像王子一般 闪耀着光芒 不会的 看着郑树的脸颊 他红了脸 心中想到 这是我第一次离他这么近 真希望这一刻 能够再慢一点 突然 郑树叫了出来 你怎么在这里 他这么远都看见了 我还有你那个表情 一看就知道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可不是这种人 郑树还在幼稚地叫嚷道 我不想理他 转身就要走 站住啊 郑树一言不合就要追上 却忘了被困住的江南 郑树 等一下 但为时已晚 他已经扯到了江南的头发 对不起 我忘记他还没有解开 实在对不起 你个蠢货 我心里想着 洗手间里 我看着江南的侧脸 若有所思 那个你没事吧 就是你的头发 江南看着我 一头发丝飘逸 抱歉啊 大树 那家伙总是少跟进 没关系了 也怪我太不小心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好说话 不过能和郑树靠得那么近 也算是很值了 他心里也暗暗有些欣喜 我心中有些酸涩 虽然刚才是一种误会 但看到大树和江南 在一起的那个画面 还是让我感觉心里怪怪的 你是不是扯得有点多了呀 江南提醒我 我看了一眼手里的卷子 我怎么拉了这么多出来 不小心出神了 我有点尴尬 我先出去外面等你吧 门外 我在窗台边上 暗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我未免太小肚肌肠了吧 因为他们又没什么 哎 我又叹了一口气 大树偷偷从后面跑过来一把 捂住我的眼睛 哎 是谁 大树吗 大树没有动作 我是审判官证书大人 被告人苏叶 为什么你会和那个姓渝的家伙 穿着情侣衫 真是无语啊 我摸了摸他的手 别闹了 我现在没时间陪你玩 我捏得他手咔哒作响 大树叫了起来 疯狂求饶 真搞不懂你 我们的衣服只是被水溅湿了 迫不得已买了一件新的而已 而且 我给大家都买了一件 我骗你干嘛 就算是这样 你今天要和他再一块 没想过 真是令人不爽啊 看着他老气横秋的语气 真想再给他一拳 我突然笑了起来 还笑得很大声 或许我现在可以这么以为 其实你已经离不开我了 我进一步 眼神犀利地看着他 大树被我的气势吓倒了 脸很红 表情是很惊讶 也未免太自以为是了吧 我看到他的反应开心道 是是是 反正我们以后在一起的时间要很多 所以也不急于这一时 不是吗 这次就先饶了我吧 我笑得眉眼弯弯 此时郑叔看着我 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 扑通扑通 江南这个时候已经收拾好了 让你们久等了 他笑着过来说 那我们接下来去找木子他们吧 两组人再次出发 我们也跟上去 江南对郑叔说 你怎么了 脸怎么这么红 没什么 郑叔害羞地捂住了自己的脸 搞什么 为什么我现在要跟这家伙坐在一起啊 后来 郑叔和宇宙坐在一起 心里疯狂碎碎念 后排木子和江海 不知道在吵吵着什么 原来是木子刚刚遇到了一个crush 两个人因为一见钟情起了争执 难道你们看人不首先是看脸的吗 江南认同 虽然是这样 但内在温柔体贴 能体谅别人 笑容像春日阳光 能给人温暖 这些都很重要 你说的这种男生太稀有了吧 我吐槽 确实很少见 但幸运的是 我已经遇见了他 我疑惑到 什么人 我怎么不知道 那个人 就是郑叔啊 我看着江南认真的脸 不知道该说什么 郑叔 真的吗 宿舍 郑叔看着书 自己心里默默思索着 突然看见了书里的夜脉书签 心里想起了今天的画面 可恶啊 今天居然被调戏了一番 光想起来都很丢脸啊 他到底是跟谁学的 我应该反驳回去 而且那个时候 他摸了摸自己的心脏 我的心怎么跳得那么快 我是不是生病了 上网搜一下 大树这个傻子 难道是身体虚弱 果然不应该放纵自己 再往下搜索 由于情绪所致 难不成是一整天 都在想树叶和那家伙 所以才 很有可能啊 郑叔燃起了斗志 以后要更好地阻止 那家伙和树叶相处啊 不过 原来树叶 也会这样对我笑啊 他拿着书签 心里甜甜的 感觉还不错 突然的电话 打断了郑叔的好心情 是父亲打来的 他拿起手机 把他放在了一个 无人的角落 另一边 女生宿舍 我抱着手机 心想 他今天怎么连 一条信息都没发来 明明每天晚上都会 难道是白天的事情 他会不会发现 我喜欢他 而跟我绝交啊 我在脑子里胡思乱想着 我这个蠢货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 脑子发热 一时间理解不了 而且没想到 江南也喜欢大树 像他这么漂亮 性格又好的女孩子 更加适合他吧 而且大树当时 也对他有不一样的想法 那这样的话 我还在想着 摄友突然冒出头 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吓得我一大跳 我在找笔 这就出来了 我只好找借口说 不用帮忙啊 话说大家在看什么 我见木子两个人 都在认真的看 这是一部超好看的偶像剧 讲述的是一个 关于特别的朋友的故事 剧里的女主人公说 不要说出口 说出口 我们就不能做朋友了 我们三个一起 坐在桌子前看得起来 可不可以不要让我 失去最重要的朋友呢 电视里说着 我有些感同身受了 一时之间正愣住 为什么明明喜欢对方 却又不敢说出来呢 木子问着 可能是太重要了 害怕说出口 就不复存在了 哪怕是一小步 在我们的感情中 也有可能摧毁一切 这样胆怯地 喜欢着你的我 绝对不能被发现 哇 好孽啊 快拿张纸巾给我 你泪点可真低 你放哪了 好像在那堆衣服里面 你把自己的东西 都用在别人的椅子上 等一下别人回来怎么办 不会了 开学到现在 都没见她回来过 言出法随 此时宿舍的门突然转动 走进了一个 打扮酷酷的绿发女生 打扮精致 还戴着耳机 背着吉他 我们三人都很惊讶 请问你是 绿头发的女生走了进来 酷酷地看起来 我们三个人 都不约而同地惊讶起来 你是 我不禁问道 而木子 却是急匆匆地拿走了 放在旁边椅子上的衣服 女生挪开凳子 安静地坐了下来 她就是我们宿舍 一直没出现的摄友 原来是她 好强大的气场 突然 她的铃声响了起来 三个人同时吓得一击铃 等她接起了电话 我们三个 终于有时间说着小话 都怪你这个乌鸦嘴 我们对婷婷说 啊 你又在搞哪一出啊 新摄友突然大声地叫了起来 我们三个静若寒缠 此时她也意识到了 自己的声音有些大 跟电话里的人说 有什么事 过会再说吧 然后从屋里走了出去 我还是头一次 见到我们的四号宿友 好可怕 木子有点害怕 听说她好像是不良少女 之前换了好几次宿舍 都是因为和室友发生矛盾 原本她不常在 我还安心些 她是我们班的吗 我后知后觉 她经常旷课 所以你不知道 也算正常了 还有传闻 说她是靠着关系进来的 所以 学校也不敢拿她怎么样 就算偶尔来学校 也是在角落睡觉而已 所以我们还是远离她比较好 我听着朋友们的谈论 心里总有一股莫名焦躁 为什么呢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吗 木子也说不上来 我觉得 真正认识一个人 并非是从别人口中了解的 或许是因为经历过 我更能感同身受此刻的处境 木子两人 也是慌慌张张的解释 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了 说不定里面有什么误会呢 你说是吧 赶紧转移话题 明天体育老师要发飙了 婷婷再次读奶成功 体育老师果然因为 没有人报名参加运动会而生气 其他人数已经满了 我们班竟然一个人还没有 婷婷果然能做熟压嘴这个称号 同学们 这次还有丰厚的奖金呢 体育老师还在热血地动员着 但是由于运动会 经常有一些奇怪的赛制 所以大家不愿意参加 也是很正常的 木子给我解释道 还没有人回应吗 体育老师还在挣扎着 老师我报名吧 木子举起了自己的手 是副班长啊 好样的 体育老师是非常欣慰 你要参加这个吗 木子 我在旁边也有些疑惑 谁叫我是副班长呢 说不定得到这笔资金 我们外出血生 就不用愁了 木子好有元气 简直是天使 这时 体育老师突然点名 你必须得我参加 都倩童 看你每次逃课溜得挺快 可见你的短跑很好 这一次一定要参加 我才不要呢 都倩童毫不留情地拒绝 你再说一遍 我才不要呢 体育老师和他打坐一团 我在旁边都看呆了 最终还是体育老师略胜一筹 成功地赶鸭子上架 现在已经有两位同学了 还有没有一起 要为班级争光的 底下同学鸭雀无声 先这样 我们只能抽签决定了 体育老师早有准备 拿出抽签筒 突然传来一阵尖叫 几位女生 都面犯红光地 看着那边 发生什么事了 我扭头 看见大树 在打网球的身影 原来他 这节野生体育课啊 竟然这么受欢迎 真是令人火大 我挥挥手 扫走别人冒出的粉红泡泡 此时 大树也发现了我的方向 我测了测头发了一个招呼 笨蛋 他用口型对我说 我又心动了一下 心里砰砰地乱跳 要冷静啊 苏彦 我猛地闭上眼睛 脑子里默念大悲咒 轮到我抽签了 我看着后面大叫地 抽中的同学 深吸一口气 把手伸进了抽签箱 拿出纸条 我惊讶了 你抽到了吗 旁边的同学问我 没有啊 我手里的纸条空空如也 还挺幸运的吗 操场上 木子在努力地练习着跑步 我们在旁边给他计时 比刚才快了两秒 木子真厉害 木子气喘吁吁的 这样也太慢了吧 这样没办法取胜啊 还有一周就要比赛了 他有些泄气 就在旁边喘着气说 参赛的人 估计只有你这么拼吗 木子此刻揉了揉小腿 太久没运动了 小腿肌肉受不了 我突然灵光一闪 我来帮你按摩吧 我蹲下身子 真的可以吗 木子有些感动 还有些不好意思 你先放松吧 我大力地捏了一把 木子突然弹起 哭唧唧地看着我 抱歉 我好像用太大力了 我这次轻点 不用了 我还是去练习吧 木子有些害怕了 转身要继续跑 我心里有些失落 明明想要为他加油的 又让我搞砸了 如果是其他人的话 肯定能轻松完成这种事吧 但是我也想出一份力啊 我抬起脚步 跟上了木子的步伐 虽然笨拙 我也想用自己的方式 去为他加油 我也很久没运动了 我们一起跑吧 由于速度过快 裤子不小心跌倒了膝盖 在胶皮跑道上擦伤了 渗出了血迹 休息一下吧 而木子却说不可以 再休息的话 比赛一定赢不了了 我感受到 木子给自己的压力非常大 又是心疼又是无措 看着努力的木子 再看着前方 说说笑笑的几个男生 我心中冒起了一股无名火 你们没看见 别人正在努力 为比赛做准备吗 而你们呢 苏叶没事的 这不关他们的事 木子拉了拉我的手 什么叫不关他们的事 这是一个团体赛 一个人努力是做不了的 一个人确实很难赢的比赛 但是我只想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也好过所有人都没有努力 输了 我也不会后悔 我看着木子认真的脸庞 我不由得一阵心疼 说不出话 我去医务室拿消毒水 我转身离开了 我敲响医务室的门 老师 我来拿消毒水和窗壳贴 里面只有学长和学姐 医务室的老师不在 打扰了 那我自己拿就行 消毒水在这儿 宇宙学长站起来为我指示 是你受伤了吗 不是 是我朋友受伤了 我和学长交谈起来 但感觉破坏了别人的好事呢 刚刚那个学姐就一直在看我 我有点尴尬 我先走了 你们继续吧 我转身离开了医务室 医务室内 更巧的是 郑树竟然也在里面 他躺在帘子里面休息 此刻看到了一切 这个臭小子 我要揭开你的真面目 郑树突然拉开了窗帘 抱歉 你们继续 对了 学长 你真的对每个人都那么温柔吗 郑树阴阳怪气地对学长说 此刻留下面面相规的学长和学姐 在医务室中一头雾水 一路上 郑树的心情都很好 看我将树叶 去揭露你的真面目 他开心地哼起了小曲 突然看到远处的都倩童 他好像在出神地望着什么 郑树不太在意 停下脚步 看了一下 两个人擦肩而过 宿舍里我拿回来消毒水 但是想起白天的对白 迟迟不敢进屋 我为什么要说那种话 有点尴尬 突然一声大响 发生什么事了 我打开门 想看一眼 是木子 他刚刚从床上摔下来了 脚望红肿得更厉害了 你没事吧 脚都肿起来了 你先养好身体 比赛的事 我跟老师去说 不行啊 大家都不愿意参赛的吧 木子作为班长 真的承受了很多 刚刚进门的 我非常坚定地向他们说着 我去 我愿意上场 你愿意相信我吗 当然了 木子微笑 怎么才这么一下就没力气了 说什么呢你 我是怕你承受不住 操场上 我们两个人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本大爷怎么可能会还没说完 他就痛叫一声 真的很痛啊 我说 你怎么突然有兴趣跑步了 原来是要代替室友参赛啊 明明平时懒得要死 就你那小短腿 就不怕到时候拖别人后腿吗 大树嘴还是这么不饶人 我也不惯着他 借着热身的势头 一拳打到他肚子上 打得大树为你不振 我只是想问你 干嘛不参加才艺赛 大树认怂了 虽然老师和学长 都想让我参加油画项目 这时大树终于指起了腰 说到那个姓鱼的 我倒有一件事 他小人得志地笑 然后左顾右看 我对他滑稽的行为表示不解 我上次在医务室 看到一个女生和他单独在一起 好像很亲密的样子 大树说着悄悄话 他说的不会是上次那件事吧 我感觉毫无新意 毕竟我对学长 没有什么喜欢之类的感情 大树还在喋喋不休 那种人啊 你还是少接触为好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我就是在想 你干嘛处处针对他 他明明没对你做什么 他不是那种人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讨厌他 但是有些太小气了 这句话 就像一把利剑一样刺激到了大树 什么我小气吗 他破防了 哭唧唧地跟在我身后 这个幼稚鬼 这时突然电话铃响了 你给我等着 我先接个电话 大树叫嚣 喂 江南 有什么事吗 我耳朵动了一下 是江南 这样 我现在就过去 不知道他们在电话里说什么 大树满口答应 那待会儿见 挂断了电话 我迅速回身 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又要走了 感觉你最近很忙 到底在忙些什么 大树一顿 有点心虚 就一些文化祭前的准备 毕竟我这种大红人都很忙的了 看着大树不自然的神情 总觉得他在说谎 我开口到我总觉得 你是不是在隐藏什么 我以着栏杆凑近了大树 直视着他的眼睛 两个人在对视了有一会儿 他看着我的样子 认真中带着一丝可爱 大树的脸也不禁有点红了 找不到其他的借口 呆呆地望着我 张张嘴 你想太多了 就这样 我先走了 飞也是的逃跑了 小路上 秋叶微黄 正树走在人行道上 走着走着 突然把头往树上一棵 给路上的行人都吓得一个机灵 怎么了 是人不舒服吗 快速的心跳声 充斥着他整个身体 明明没有跑得很快 以及残留在他身上的那一股香气 都在脑海中萦绕不去 让他的心脏扑通扑通 跳个不停 耳朵也红彤彤的 他是换洗发水了吗 我进入了美术教室 趁着有空洗洗话具吧 我想着 却突然一愣 是学长 你在这里做什么 看着学长孤身一人 在画室里待着 没什么 趁着没人来 打扫画室比较容易 你呢 我来整理话具 那我也来帮忙打扫吧 我拿着扫把在门口打扫 听到楼下传来了一阵笑声 听说你参加了那个接力赛 真的假的 楼下的一群小青年笑着说 中间被簇拥的是都倩童 脸冷冷的 不知道 喂 我可是听说 那个接力赛 一年比一年奇葩 带着头套跑 也太丢脸了吧 我站在阳台上 听着他们笑着说 别板着脸了 到时候 我们都会点你加油的 这群人与其轻松 对我怎么样 说不定还能赢一把 无所谓了 都倩童一脸淡然 好像什么都不想关心 就算输了 也不会怎么样 更不会有人责怪 反正大家都一样 除了我们的副班长 就是拼过头的那个感觉 他就是那种输不起的人吧 听着他们的言语 我有些生气 不说耐的了 你们瞧 我最近买了一个新的纹身贴 是不是很酷炫 他的话题转移了 但是我实在气不过 握紧了拳头 朝里面大喊道 老师 你快来看 你养的花肚枯萎了 楼底下的小青年们 都是一个机灵 糟糕 要是被发现 肯定又会被抓到孝岛处了 赶紧四散逃跑了 他们可不想被抓到教导处念叨 都倩童看着这些人跑成一团 沉默了 他回过身看向 站在楼顶的我 我们对视了 而我的表情 是那么严肃坚决 都倩童看着我 内心似乎有些触动 最后还是没说些什么 转过了头 学长 这是突然探出头来 你大声嚷嚷什么 我们哪来的话 没过多久 天上乌云密布 快要打雷了 走吧走吧 感觉要下大雨了 我边跑边 想着今天的事情 为什么他总是 那么轻易地 说出这种话呢 我喘起了粗气 又雷又气 明明木子 是为了大家 才这么努力的 我跑不动了 弯下身体临时休息 不管怎么样 这次我一定要赢 不仅仅是因为不甘心 也不想辜负木子 对这场比赛的期待 更是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向大家靠近 此时一把伞 撑过我的头顶 喂 别练了 下雨了 是大树来了 他为我撑起一把伞 我们两个人 一起站在伞下 不可以 我这次一定要赢 你干嘛这么拼啊 因为我答应了木子的 我一定要做到 如果我不做到的话 我就心中急切 纷乱如麻 大树伸出手指 突然弹了我一个脑瓜崩 好痛啊 我大叫一声 你干什么 让你清醒一下 大树严肃地说 他表情认真 看起来不容置疑 我不反对你努力 但是不要逞强过头了 至少不是现在 他一只手拉着我的手腕 走吧 另一只手给我打着伞 一会感冒了 我可不管你 我看着他的背影 心下有些触动 果然只有在你面前 我不需要停下脚步等待 也不需要拼命去追逐 但是这个感觉 会让我像步入沼泽一样 越陷越深 运动会就要开始了 放着李花 场内的人员忙忙碌碌 苏叶 你准备好了吗 木子探出头来问我 真的要穿成这样出去吗 我有些不好意思 只见我已经打扮成了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没办法呀 我们班今天的方阵主题 就是世界名画 大家准备好了吗 到我们上场了 这么快啊 大家都是人头攒动 熙熙攘攘 场上广播念着我们班的名字 一群人昂首阔步走着方阵 就算秋天 但穿着这一身厚重的衣服 还是受不了啊 我感觉有点热了 最后突然又传来一声尖叫 我有种预感 果然是正数他们班吗 我回过头 转身看去 瞳孔地震 这是可见被众人抬着的 正是戴了假发的正数 他穿了一身裙子 手里还拿着鲜花扇子 一脸娇羞 我的天啊 其他人都纷纷拍照 我真的一脸迷惑 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 我的笑都快忍不住了 这个足够嘲笑他 一阵子了 随着讲话结束 这开幕一世 也终于落下帷幕 这是我收到了大树的信息 发给我一张图片 我记得是这个地方 我当即赴约 后面有人叫喊 我转过头看去 这边这边 大树露出一个头 还怪可爱的 我拿起手机边笑边拍照 你笑够了没 不要再拍了 你的样子 足以让我笑一整个学期了 我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你的裙子从哪来的 还挺适合的 这是江南熬夜做的 我也不好拒绝 感觉比我们班坑惨了 好丢脸啊 正数摸着脑袋 有点尴尬 原来他最近总是偷偷摸摸的 原因就是这个 总觉得顿时松了一口气 那你这身打扮是什么 cosplay吗 是啊 我们班的主题 就是世界名画 大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有些坏心眼 看到我们同样穿裙子 我倒比你更胜一筹呢 他拿着女王的扇子 抵住我的下巴 调戏道 当然 比起人要是在下输了 我一拳把扇子打回 正好打到他的脸上 痛啊 你不知道 打人不能打脸的吗 大树捂着脸 我先去集合了 等一下大树拉住了我的手 我低头看着他 怎么了 我这是怎么了 正数其实也没有想好有什么事 我要说什么来着 两个人都很尴尬 对了 他终于憋出一句 比赛加油哦 看着他的脸红了 我有点欣慰地笑着 感觉心里生腾起一股温暖 知道了 你真啰嗦 我走了 我假装潇洒地走掉了 虽然目前只是迈出了一小步而已 但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大步向前 我望着金黄色的秋叶 嘴角泛起一抹微笑 而这一切 也是恰巧刚要开始而已 我使劲揉揉自己的脸颊 马上就要开始接力赛了 学生们来更衣室里做准备 正在忌红领金的苏叶 不经意间 撇到一旁的都欠童 他拿着手机 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 还没等苏叶看出些什么 耳边就出现了沈木子的声音 他和黄婷婷 是专门过来给苏叶加油的 苏叶看着他笑了笑 嗯 我会加油的 沈木子看着他的脸色 想要说点什么 苏叶你其实不用太顾及我的 可话还没说完 就被来叫他们 集合的同学打断了 黄婷婷见状 拉着他的胳膊要走 但沈木子还有些犹豫 这时 苏叶出声喊他的名字 沈木子不仅仅是因为你 苏叶的神情很是认真 还有为了我自己 所以我一定要赢 沈木子闻言没有再说什么 终于还是和黄婷婷离开了 更衣室的学生们都陆续出去了 只剩他和都欠童 在他要出去时 苏叶突然开口 沈木子他之所以拼命 才不是输不起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班级 为了大家 都欠童冷淡 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什么 扭头离开了 这边观众席上的沈木子 他表情黏黏的 还在想刚刚的事情 听听看他为你的样子 用力拍的拍他 力道之大 让沈木子都渴出了声 苏叶快上场了 快点打起精神 为他加油啊 沈木子这才稍微打起点精神 我只是有点担心苏叶他 江海他们姗姗来迟 原来你们在这里啊 可让我们好找 他们三个在后一派坐下 时间差不多了吧 苏叶怎么还没出场 江海话音刚落 广播的声音就传来了 接下来有请各位选手上场 一直没有开口的证术 看着场上眸光一亮 他出来了 谁知抬头一看 竟是一片猫头 苏叶脸上写满了乌语 他们看见这滑稽的一幕 都是一愣 只有郑树笑得浑身发抖 甚至不忘拿出手机拍照 此时 不远处也有一道目光 正望着苏叶 于宙他默默看着赛道上的苏叶 神色不明 裁判一声令下 选手们奋力奔跑着 观众席的学生 也在大声为他们加油打气 苏叶他们班已经落后不少了 他心中不禁有些担忧起来 他看着奔跑过来的同学 心中焦急 快点快点 苏叶终于接过这棒 扭头就开始快速奔跑 竟是轻轻松松 就超过了前面的同学 郑树稳稳拿着手机 心中想着 小短腿跑得还挺快的嘛 他看着画面中苏叶在跑道上 竭力奔跑的身影 唇边扬起一抹笑容 他这几天的努力 也总算没有白费 苏叶速度不减 心中念叨 一定要赢 一定得赢 他耳边都是自己的喘气声 眼前也因剧烈运动有些血语 他拼命地跑着 心中想着 就差最后一点了 谁料意外陡声 他脚腕突然感到一阵刺痛 身形一僵 随后 他喷一下摔倒在地 胳膊狠狠擦在粗糙的跑道上 神木子健壮 焦急大喊出声 苏叶 江海盲问一旁的郑树 苏叶没事吧 我们要不要过去扶他一下 郑树却只是看着手机继续录像 没有回答他 跑道上 摔倒的苏叶一声不吭 缓缓撑起身子 郑树静静看着苏叶 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始终没有要去扶他的意思 苏叶抬起头在脸上擦了下 眸中似有光芒在闪动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这一刻 郑树的心跳好像漏了一拍 苏叶慢慢站起身 艰难地一瘸一瘸走向都倩童 都倩童没想到他还在坚持 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沈木子看着苏叶 眼眶渐渐有些湿润 嗓音有些哽咽 他眼角带着泪花大喊 苏叶加油啊 随着他这一声落下 观众席的学生也都有些触动 加油的声音越来越多 一直默默关注着苏叶的愚咒 也低声说了句加油 苏叶还没有反应过来 愣神地看着观众席 耳边是此起彼伏的加油声 他神情微动 眸光又亮一分 忽然又传来一道令他意外的声音 苏叶 都倩童在他前方不远处 向他伸出手 加油快到了 苏叶这才回过神 再次拖着受伤的身躯 向他跑去 虽然有些波折 但这一棒还是交到了都倩童手上 都倩童迅速接过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看着都倩童的背影 苏叶好像完成了使命 他紧绷的身体瞬间泄力 跪坐在了地上 他朝着都倩童的方向大喊一声 加油 都倩童轻巧地超过了前一名学生 苏叶和观众席的人都摒弃名神看着他 他喘息着穿过了终点线 恭喜获得第三名 都倩童接过旗子 回头看向还跪坐在跑道上的苏叶 他的脸颊因跑步泛起微红 嘴唇微微勾起一抹弧度 苏叶望着他带着笑意的脸 微微有些震愣了 他松了口气 啊 终于结束了 苏叶的胳膊忽然被轻轻拉了一下 喂 宇宙弯腰俯身问他 站得起来吗 我送你去医务室 苏叶有些不知怎么回答犹豫几声 还没等他回答 郑叔的声音从他头顶传来 不用麻烦你了 我送他过去就行了 大叔 苏叶反应过来后 脸碰一下战红 他们两人好像自动产生了一种屏障 将宇宙分隔开来 苏叶就爬在郑叔的背上 脸颊通红 神情羞涩 他清楚地感受到 从郑叔身上传来的温热体温 他的肩膀已经变得这么的温暖结实 这种安逸感让他感到昏昏欲睡 郑叔轻声问他 脚疼吗 苏叶眼眸微垂 安心闭上了眼睛 心中有些悸动 每在这种时候 他总会出现呢 他低声回答 不疼 苏叶在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 梦到了一些往事 他讨厌体育课 因为每次老师说 两人一队的时候 其他同学都陆续找到了搭档 只有苏叶还是孤单一人 老师问他 苏叶你又找不到别人和你组队了吗 苏叶表情平静 我一个人就行 周围的同学都不愿意和他一队 他心中默默想着 明明这种事 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这时 一个男生朗声道 老师 我和他一组吧 老师手一拍 那太好了 苏叶有些莫名 他想要回头看看 说话的男生是谁 扭头却只看见明亮的光芒 如太阳耀眼 让他竟看不清男生的面容 是谁啊 他努力睁开眼睛 试图看清一些 但还没等他看见 画面一晃 他从睡梦中苏醒过来 缓缓睁开了眼睛 看见正数模糊的身影 一时有些恍惚 眼前身形 好像和梦中的男生 重合在了一起 原来是正数正称的下巴 在床边看着他 嗯 你醒了 苏叶刚睡醒 还有些茫然 还以为自己在梦中 静静看了看他 想起了梦里男生的面容 他灿然一笑 原来是你啊 正数被他说得有些莫名 不然 你以为是谁 苏叶坐起身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正数眉头皱起一时无语 你是睡傻了吗 你在我背上睡着了 睡得和死猪一样 他低下头发现 他受伤的地方 都已经被贴上窗口贴了 苏叶心中欢喜 连伤口都帮我处理好了 急到敲门声 打断了他的思绪 沈木子和黄婷婷来了 那个 我们有没有打扰到你们 我们是来看看苏叶的 正数回头看了眼苏叶 然后他自觉地起身离开 啊 刚好你们来了 我正好有事离开一会 帮我照顾这个笨蛋 沈木子有些不知所措 哦好的 正数离开之后 医务室里的空气 都好像要凝固了 苏叶和沈木子 突然同时开口 那个 沈木子有些磕疤 你 你先说吧 苏叶汉言 嗯好 他还是紧张地攥紧了衣服 愁出片刻 垂眼低声道 抱歉 明明答应一定你输会赢的 结果只有第三名 如果我没有 你才不需要道歉 沈木子提高声音 打断了他的话 苏叶你已经很努力了 苏叶刚有些感动 结果沈木子后面的话 就扎心了 你总是口无遮拦的 所以得罪了不少人 沈木子话音又是一转 但从一开始我就明白 你是个内心非常温柔的人 我们最开始想要清静的 就是这样的你啊 所以在我们面前 你可以做真正的自己哦 苏叶眼眸微动 心中有一股暖流涌出 沈木子眼泪汪汪地看着他 能成为你的朋友 真是太好了 黄婷婷带着沈木子准备离开 一旁沈木子还在哭着醒鼻子 我们先走了 有什么事记得打给我 医务室里就剩下苏叶一人 他耳边还回荡着沈木子的那些话语 脸上不绝间已流下一行泪水 他摸了摸自己湿润的脸 有些困惑 哎 我这是怎么了 想起小时候孤单的自己 那时的他明明下定决心 要一人走下去 但在听到能当你朋友 真是太好了这句话时 还是会觉得 原来听到这句话 是这么高兴的一件事 这些天他努力迎合大家 却不知道 这是否就是自己想要的 到最后才发现 真正的友谊 或许不需要做些什么来争取 而是沿着各自的道路奔跑 也自然会遇见 郑叔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 摸了摸他的头 辛苦了 你呀 偶尔不那么坚强 也没关系 苏叶闷闷的声音中 带着嘶哭腔 我才没有哭 郑叔无奈叹了口气 还是这么绝 门口的江南 听着屋内两人斗嘴的声音 迟迟没有进去 他心里想着 苏叶不知道有没有事 这些要说不定可以帮上什么 但是他看郑叔 也在里面有些犹豫 不过感觉现在进去很不是时候 这时郑叔要出去给苏叶买水了 他嘴上没停 现在你连受伤 都是本大爷亲自包扎的 能享受这种待遇的 你可是唯一一个 你可千万别喜欢上我 说完这句话后 他终于离开了 躲在门后的江南也松了一口气 正准备进去 却听见苏叶的声音又响起 我早就喜欢上来啊 江南心中恶然猛地停下 他脚下亮腔一下 发出刺耳的声音 这一声引起了苏叶的注意 他疑惑问到谁在外面 江南已经丢下药箱 慌忙离开了这里 苏叶开门后 没有看见人 只有一个药箱躺在地上 他上前拿起药箱 有些疑惑 这是谁的 突然楼梯后面 传来嘻嘻嘻嘻的声响 什么声音 他悄咪咪地走了过去 扒在扶手上观察 竟然是都倩童 只见他拿着一支药 好像在挠头烦恼着什么 他在这里做什么 接着都倩童倾咳几声 好像在演练着什么 喂 这个要是给你的 别误会 我只是不想过期浪费了 他使劲甩了甩头 不行 感觉这样很做做 又换了一种情绪 比赛辛苦了 我特地买了这支药 给你擦伤口 说完他又觉得不对 这根本就不是 我会说的话吗 到底要怎么说 苏叶看着眼前这一幕 没忍住扑地笑出了声 独倩童震惊又尴尬 你是什么时候在这里的 苏叶眼睛往右飘 就刚刚 两人一时都有些尴尬 不敢直视对方了 还是苏叶先说 那支药膏是给我的吧 苏叶有些不好意思 只是把药膏递了过去 嗯 独倩童又补充道 还有上次真的很抱歉 我和我朋友说出了那样的话 苏叶正愣之后笑了笑 木子他们知道的话 也会接受这样的你 为什么你平时都要装作凶巴巴的呢 独倩童脸又红起来 少啰嗦 苏叶想起门口的药箱 问是不是也是他的 谁知他否认了 但他又说 不过 我看到一位金黄色长发的女生 往那边跑去了 会不会是他的 苏叶愣住了 喃喃低语金黄色长发 江南跑在卫生间的隔间里坐着 想着刚才听到的事情 大家都在说谎 他还以为苏叶会和别人不一样 所以尝试交付自己的真心 到头来还不都一样 苏叶是郑属身边最亲密的朋友 而他呢 江南攥紧拳头这算什么 是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吗 这时门外传来说话的声音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 江南他很爱出风头 而且他好像对郑属有意思 在我看来 郑属根本不喜欢他 到最后他只会成为一番笑话 刺耳的话语敲打着江南的神经 他猛踹一下门 发出巨大的喷声 把门外的人吓一跳 什么声音 这里还有别人吗 快点走吧怪吓人的 苏叶刚进来 就看见两人仓皇离开的身影 有些不解 江南从隔间走了出来 苏叶赶紧上前问 药香是不是他的 他神情冷淡 冷漠地回答道 不是我的 苏叶感觉气氛有些奇怪 他摸摸脖子这样 看来是我搞错了 江南缓缓开口 苏叶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什么 你 喜欢证书对吧 苏叶沉默着没有回答 江南见他不说话 于是说 回答不出口是吗 我帮你回答吧 这次他说的是 陈述句你喜欢证书 苏叶脸变得通红 江南表情有些苦涩 看你的表情 我就知道答案了 苏叶还想解释些什么 江南我 江南直接打断他 虽然我可能没有你了解证书 更没有你和他相处时间长 但即便这样 我也不想放弃 因为他也是我喜欢的人 江南眼眶充满泪花 直接跑了出去 苏叶想喊住他 可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苏叶的神色有些暗淡 江南在走廊上缓慢走着 想着自己冲动下说出的话 以后肯定和苏叶做不成朋友了 泪水顺着脸颊滑下 郑树正在寻找苏叶 那家伙哪儿去了 一出来 他发现苏叶正一个人坐在长椅上 呆呆望着天 他闭了闭眼 居然被江南发现了 我喜欢大树的事 明明他是把我当成了朋友 才会告诉我他的秘密 而且我之前是那么回答他的 谁发现被欺骗了 都会发火的吧 江南说他和郑树相处时间长 但有时候越是熟悉 反而更无法说出口 因为说了之后 说不定连朋友都做不了了 绝对不能让大树知道了 郑树过来刚好听到这句话 有什么是不能让我知道的 苏叶被吓得一个机灵 大树 你怎么突然在我后面 郑树问他 你刚刚说什么事 不能让我知道 苏叶心虚到你听错了 他接过冰棍又陷入沉思 如果哪天大树 真的知道了怎么办 他不禁挠不出 郑树厌恶的表情 没想到 你对我居然抱有这种感情 苏叶只能看着他 离开的背影哭喊 等一下 苏叶焦虑地啃着塑料袋子 发出沙沙声 郑树一脸惊恐看着他 他又想到 郑树好像也把江南 当成特别的人 郑树正在偷偷观察着苏叶 看他不知道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苏叶扭头看他 他慌忙把头转开 苏叶由于开口那个 如果我说 郑树莫名有些紧张 说什么 苏叶想到江南失落的背影 顿时说不下去了 他磕巴一下 抢走郑树的冰棍 我说 我想吃你那个口味的 苏叶心不在焉地吃冰棍 自己果然还是问不出口啊 郑树看着苏叶 咬过自己吃过的地方 脸上瞬间变得苦烫 我们平时不也有吃对方的东西吗 我现在到底在在些什么 江南恰好在楼上看见这一幕 此刻命运的蝴蝶 悄然挥动翅膀 他们来到烤肉店开庆功宴 众人举起杯子 齐声喊道 干杯 江海笑着对苏叶说 苏叶比赛辛苦了 今晚就好好犒劳下自己吧 郑树拿着杯子 都说这是庆功宴 为什么这家伙会在这里 他指着苏叶左边的余咒 悠悠地说道 江海乐呵呵地 刚好在路上碰到 况且 人家上次可还帮我们联系美术考呢 这时黄婷婷突然想起江南 最近很少看到她 她是在忙些什么啊 江海回答道 她最近正在准备一个 大型服装设计比赛 哎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比赛嘛 苏叶咬着筷子有些沉默 很久没见到她了 想跟她解释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明白 她表情有些忧虑 当我今晚听到她缺席的时候 我竟然松了一口气 郑树注意到 苏叶哀声叹气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有点担心 这家伙最近是怎么了 问她也不说 到底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她心中有些不舒服 且 明明以前有什么事 都不会瞒着我的 想想又觉得算了 谁让我是最了解她的人 于是想问她怎么了 结果宇宙先她一步问出来了 你有什么烦心事 苏叶被问得有些诧异 尴尬笑了笑 没事了 谢谢关心 郑树这个角度 只能看见苏叶在对宇宙笑 心中酸唧唧的 我在这边担心你 你却在和别人有说有笑的 她抢走苏叶盘子里的肉 塞进嘴里 肉都凉了我 帮你吃掉 苏叶愤怒了 揪着她骂你干嘛 那是我最后一块肉 于宙见词主动说道 我得给你吧 郑树一看更生气了 又夹走了她新得来的肉 苏叶和于宙无语 沈木子看不下去了 我们再考一些吧 反正还有吗 郑树没有说话 只是用力吸干了饮料 发出巨大的咕噜噜声 苏叶知道她又在闹别扭了 但一靠近她 就会想起江南的事 郑树见她没有反应 为了引起她的注意 又吸出巨大的声音 苏叶无奈了 给她夹了一块肉 给你的 还有 她的音量突然变小 凑到她耳边说 别生气了 郑树被她搞得满脸通红 傲娇别过脸 别以为这样就可以贿赂我 郑树转头看向于宙 和于宙对上了视线 她得意地冲于宙笑着 好像在炫耀一样 郑树看着苏叶 正在吃着烤肉侧脸 悄悄看下又垂下眼 看来她还是和平常一样 稍微可以放心了 郑树的手机突然震动一下 她拿起手机一看 是江南的消息 等会有时间吗 有件事想和你说 郑树来到了和江南约定的地点 突然找我出来 到底有什么事 江南也过来了 她脸上红红的磕磕巴巴的说 郑树晚上好 晚上好 你找我来 是有什么事吗 她有些不好意思 就是那个 我最近不是在准备比赛吗 如果我赢了比赛 她停顿一下 然后下定决心说出 可以和我一起庆祝吗 郑树想了想 庆祝就是大家一起庆祝吧 于是她说可以啊 江南没烧尖 都拿眼喜色激动地说 那我们约好了 太好了 她说完就准备离开了 那我先回去 继续准备比赛了 郑树心想 看来她错过这次庆功宴 她还是挺遗憾的 下次就当做补偿吧 她一抬眼发现 宇宙竟然也在这里 她俩四目相对 郑树叫住宇宙 语气不善 喂 我有话想问你 谁知宇宙直接无视了她 郑树心中恼火 走上前直接拦下了她 学长真是了不起 居然还不理人 你最近怎么总是缠着苏叶 我可警告 你别打什么歪主意 宇宙语气意味不明 你在怕什么 怕她终有一天 会离你而去吗 郑树被说得一愣 随后她反应过来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们都多少年交情了 她故作轻松 你再怎么在她面前 晃悠也没用的 你记不记得 学校还有一个 护送徽章的活动 郑树被问得莫名其妙 那个所谓情义证明的勋章 宇宙深深地看着她没有说话 郑树疑惑 干嘛 你说不怕苏叶离开 不过到时候 会张落在谁的手中 还不一定 她露出一抹挑衅的笑容 毕竟人心是会改变的 郑树被激的怒气值飙升 大声反驳 她才不会 此时苏叶正在想 刚刚大树说 有事离开会 到底是去哪里呢 该不会是见江南了 不对不对 我这个脑子又在乱想什么 同学叫苏叶来睡觉 而郑树站在楼下望着她 转身回到屋里 看着房间暗了下来 她想着熄灯了 看得是睡了 想一想 她身上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 从一开始的一个人 到现在不知不觉中 身边已经多了不少伙伴 明明应该为她高兴的 但想到总有一天 他们的世界里 不再只有他们两人 她的内心不禁焦躁起来 她的身影在灯光的照射下 好像有些孤独 其实真正依赖的那个 是我才对吧 阅览室里 苏叶正在窗边的位置 认真看书学习 苏叶你在干嘛呢 沈木子从背后猛地扑了过来 把苏叶吓一跳 桌子晃动间 有个徽章一样的东西 从苏叶笔带里掉了出来 沈木子搂过苏叶八卦道 这个徽章你打算送给谁啊 苏叶不太明白 什么送给谁 沈木子没想到 苏叶竟然不知道 文化剂重头活动情谊的证明啊 虽然表面上 是评选最受欢迎的学生 但在大家眼里 已经是表明心意的活动 沈木子哼哼笑着 表情暧昧 好像已经看透了苏叶 不过苏叶你的话 肯定是送给郑叔的了 苏叶恼羞成怒 谁说要送给他了 黄婷婷出现在他们背后 看他们闹得开心 走过去 轻轻把手搭在沈木子的肩上 悠悠开口道 不是说要来复习功课吗 我倒是看你在这骚扰别人 沈木子看了来人嗓音颤抖 原 原来是婷婷啊 黄婷婷一把将她带走 既然这么闲 快点和我回去处理班里的工作 苏叶拿起勋章 这个是送给喜欢的人吗 如果用朋友的身份送给她 应该不会奇怪的吧 忽得又想到 那家伙肯定会收到 一大堆女生送的徽章 她嘴唇威名 江南也一定会送吧 一阵困意涌上来 她打了个哈欠趴在桌子上 算了 就稍稍地休息一下吧 苏叶在阳光的沐浴下 睡得正香甜 忽然觉得鼻子一痒 她打了个喷嚏 迷茫得直起身 什么东西 窗边好像有什么东西 一闪而过 她探出头 发现一个毛茸茸的脑袋 这时郑树也刚好探身过来 苏叶可以清楚感受到 她温热的气息 两人鼻尖轻轻碰上 他们的双眸猛的睁大 反应过来后 两人触电般向后倒去 脸上都红彤彤的 苏叶悄悄扭头 尴尬地看看阅览室里的其他人 然后小声对窗外的郑树说 你怎么会在这里 郑树拍拍衣服 我顺路来看看 没想到你居然在偷懒 她一低头 恰好看见苏叶桌上的徽章 以为是别人送苏叶的 徽章 你收到别人送的了吗 苏叶有些意外 你看什么时候 也开始关注这种活动了 郑树心虚地看向别处 没有啊 因为我目前已经收到 一大堆徽章了 如果你要送我的话 作为回报我的也可以 她没能说完后面的话 就被苏叶生气地打断了 那你就等着别人送的吧 我的可不一定给你 郑树极了 那你是想送给谁 苏叶拿起书包就走 我想送给谁就给谁 郑树想起宇宙说的话 心中一紧 试图叫住苏叶 赶紧追了上去 喂等一下 苏叶走在前面 心中愤愤骂道 笨蛋少跟金花心大萝卜 我怎么会喜欢上这个笨蛋 她的胳膊突然被人拉住 身体猛地撞进那人怀里 苏叶以为是郑树追上来了 抬头就骂 喂你这家伙有完没 她看清来人的脸后 没说完的话赶住了 那边郑树准备追上去时 遇到了江南 郑树你现在有时间吗 苏叶一看 拉住自己的人 竟然是宇宙 江南犹豫片刻 递给郑树一个东西 这个勋章请你收下 郑树有点惊讶 江南赶紧找不到 哎这是有意的象征啊 郑树文言松了口气 啊谢谢 但是抱歉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收下 江南头微微垂下 语气失落 勉强到这样啊 郑树有些急 抱歉我还有点急事得先走了 她强颜欢笑道 那你先去忙吧 江南望着她越来越远的背影 唇角的笑容再也撑不住 从一开始我就明白 你目光所及之处 一直都没有我 我到底在坚持些什么 郑树脚步一顿 突然转身对她说 江南 谢谢 你也是我的好朋友 还有 比赛加油 江南眼角带着泪花 又重新绽放了笑容 嗯 正是你如此耀眼 才会让我想 坚持不懈地去追随 这边苏叶一看骂错人了 有些肝大地撇过去 原来是你啊 宇宙问她 那你以为是谁 苏叶善善回到没有 苏叶又看向她抬了抬手 你找我有事吗 宇宙看着自己 还抓着她的手 脸上闪过羞呢 赶紧松开了 我 我就是想找你帮个忙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 需要躲开送徽章的人 看来有魅力的人 也不好当啊 宇宙一听她说 有魅力的人 自觉是在夸自己 她脸变得更红了 她低声道 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苏叶没有听清 有点疑惑 你说什么 宇宙莫名来了一句 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吗 苏叶静静看着她 思考了一下 警惕回答没有啊 我记得我速写作业教了 宇宙直接明示 或者有什么东西 想要给我看的 苏叶努力地想着 突然想到 确实有个东西 哦对了这个 她掏了掏口袋 寻找着什么 谁知她从兜里摸出手机 举起来说 这个 我打了很久 终于通关了 宇宙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攻略晚点才可以发点你 现在我必须走了 宇宙见她要走 赶紧喊住她 等一下 苏叶疑惑地回头看她 怎么了 宇宙拿出一个东西 直接按在了她的额头上 苏叶摸着头上的东西 很是迷茫 啊 搞什么 她拿下一看 正是传说中的 有意的证明啊 她撇撇嘴 这时 一双鞋出现在视线 郑树终于赶来了 她一来就注意到 苏叶手上的徽章 苏叶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下夺走 还没来得及做解释 她看见郑树脸色一沉 这是她给你的吧 苏叶一把抢回徽章 故意说徽章什么的 我也是有人送的 说完小心翼翼地 偷瞄一眼郑树的反应 郑树神色更凝沉了 她抓住苏叶的胳膊 那你的呢 也给她了吗 苏叶强装镇定 郑树声音沉沉 又说一遍 你的给她了吗 苏叶被质问得有些恼火 奇怪 为什么我非得给你 她微微撅嘴 你不是有很多人送你吗 反正也不差我这枚 郑树看她神情不太高兴 心中傲盲 怎么我又这样了 明明想对她说的话 不是这样的 她向苏叶道歉 抱歉我知道 不该对你发火的 可我一想到你 受了她的徽章 就气不过 我也不知道 最近是怎么了 一见到你和其他人 越来越亲近 内心就焦躁不安起来 苏叶心道 原来她跟我一样 也有这种感受 明明以前在你身边的 只有我不知不觉中 你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我应该为你高兴 但是我很怕 你会不再需要我了 郑树把徽章 放在苏叶手心里 对我来说 这个徽章可以证明 我还在你心里重要的位置 也是证明 你在我心中 是特别的存在 说着 她的脸漫上红韵 所以这个徽章 我只会给你一个人 郑树才发现 苏叶的眼睛 竟然一直盯着她 顿时更不好意思了 大手挡住了她的目光 至少你的特别之处 就是能帮我买草莓牛奶 苏叶把她的手轻轻拿下 看见郑树通红的脸 郑树抬手又想挡住她 不要老盯着我看了 苏叶好像被戳中了 什么萌点 笑了起来 这样子的她 太可爱了吧 她拿着郑树的勋章 明媚一笑 那这个我就收下了 郑树看着她的笑容 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 虽然她不明白 这是什么感觉 但她想一直和苏叶走下去 寝室里 沈木子和黄婷婷 正在看鬼片 正看到吓人的地方 身后突然传来嘻嘻笑声 他们吓得大叫 苏叶有些尴尬 抱歉 我刚刚看到一个好笑的段子 我会小声点的 随后她在床上 无声地翻滚着 她很兴奋 大树居然把她的徽章送给我了 难不成她也对我 但想了想 又觉得自己想太多了 要知足阿苏 不过 至少她把我当作特殊的存在 这就足够了 但最后我自己的徽章 反倒因为太害羞 没有送出去 第二天早上 江南一过来 就听说昨晚教室起火了 里面很多衣服都被烧毁了 她匆忙赶去 只看见一地狼藉 衣服都已经被烧毁了 昨晚最后走的女生 哭着道歉 昨晚忘记把电源了 真的很抱歉 江南攥着拳 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 为什么我要为你的粗心大意 付出代价呢 令得女生维护到 她也不是故意的 你这么说 有点过分了吧 泪水夺矿而出 江南的嗓音哽咽 你们一点都不了解我的感受 篮球场上全是女生加油的声音 都是来看正数打球的 苏叶坐在中间格外困 因为她昨晚兴奋过头 竟然没有睡着 她正想着 身后突然传来女生的尖叫声 她睁眼一看 正数不知道什么时候 坐到了她旁边 嗯 我的水呢 苏叶不明所以 什么水 旁边的女生们 积极地拿来准备好的水 正数婉拒了 谢谢你们 不过 我现在想喝黑咖啡 说完 眼睛直勾勾盯着苏叶 黑咖啡拜托了 苏叶来到自动贩卖机 心中付费 什么黑咖啡 明明就是草莓牛奶 她边上楼边想着 算了 这种事也只有我能帮她做 走到拐角的时候 竟然看见了许久不见的江南 两人四目相对 都愣住了 好尴尬 这难道就是情敌相见 分外眼红吗 我还是假装没看到吧 她想到江南的样子 她刚刚是在哭吗 算了算了 我还是少管闲事吧 毕竟我们两人现在的关系 正处于冰点 突然心中 出现了好几个小天使 喂喂喂 你就这样做事不管了吗 亏你之前把她当朋友 你的良心呢 最终苏叶还是走了过去 江南看见她回来 还有些惊讶 苏叶别别扭扭地 递给她一包纸 这个给你 江南正愣片刻 冷漠说道 少管闲事 刚说完鼻涕就流了下来 场面一度很尴尬 苏叶硬着头皮说 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说出来可能会好些 江南闻言又哽咽起来 说出来也解决不了 现在距离比赛没有几天了 这次比赛对我来说很重要 但作品都被烧毁了 苏叶想起早上听说的火灾 那个不是还有段时间吗 说不定可以挽救回来 江南怒吼出声 你说得到轻巧 你知道一个作品 要花多少时间和心血吗 江南擦擦脸上的泪水 这么点时间 我一个人什么也做不了啊 如果一个人不行的话 那两个人呢 虽然不知道我 能不能帮上什么 但我会尽力而为 江南问她 就算郑树已经答应了 如果我赢得了这场比赛 就和我出去约会 她轻描淡写 抛出一道惊眉 又问苏叶 你还想帮我吗 苏叶瞳孔微缩 什么吗 那家伙 还说什么 你是特殊的 明明知道 自己不应该期待 但是 胸口还是不禁地 涌上冰冷的刺痛感 她心中思绪万千 不知道的话 是不是就不会这么难过了 可是在这里逃避的话 就不是我了 你们的约定 和我要不要帮你 是两回事 江南惊叉道 难道你不怕 逝去你喜欢的人吗 说不怕肯定是假的 苏叶垂下言解 但是就算我去阻止 你们两人 又能怎样 只能看她的选择吧 她语气一转 而且刚刚才说了 要帮你 现在后悔也太迅了吧 再说了 也不一定会赢 江南起身垂着头 你是笨蛋吗 那既然你不需要 我这个笨蛋 我就走了 江南抓住苏叶的衣服 不需要这三个字 我可没有说过 苏叶笑着说 请多指教了 苏叶跟着江南 来到服装部 一进来就闻到 好重的烧焦味 江南给他 看被烧毁的衣服 可能我们做多大努力 这条裙子 也恢复不到原来的模样 苏叶看后有个想法 或许可以在目前基础上 再多加修缮一下 就像浴火重生的感觉 江南一听 眸光亮了 重生 他有了新的灵感 自言自语道没错 就是这样 苏叶一头雾水 被江南直接拽走了 快点走吧 换另一个教室 苏叶问他去哪 江南理所当然道 还能去哪 开工呗 对于每个人来说 时间流逝都是平等的 就这样 他们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 有时 苏叶会在窗外 看见郑树的身影 直至到了最后一天 他们终于完成了 江南疲惫地说 熬了几天 今晚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苏叶有些饿了 话说 我们也吃点东西吧 今天一天都没吃过什么东西 他说完话 发现没有人回答 有点疑惑 他扭头一看才发现 江南竟然已经累得睡着了 肚子甚至还在咕噜噜叫呢 看来真的是累坏了 苏叶轻轻给他盖上被子 先让他好好消息吧 他自己一个人出去觅食了 不知道小麦布这个点 还有没有开 郑走着 前面突然晃过一道身影 苏叶感觉有些熟悉 这个身影 他腮帮微微鼓起 用膝盖想想就知道 这么无聊的事 只有大叔会做 郑树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发现了 还在想等苏叶过来 就出去吓他一跳 然后拍下 丑照笑话他 这边的苏叶完全猜到了 郑高兴呢 这家伙肯定是想吓唬我 然后把这个当做笑柄 看我怎么收拾你 突然他笑容垮了下来 他想起江南说的话 郑树答应要和江南出去约会了 他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 明明在离你这么近的地方 伸手就能触碰到 甚至连呼吸声都能听见 为什么心的距离 总是无法更加接近呢 郑树听见苏叶的脚步过来了 准备探头吓唬他 谁知苏叶说话了 如果你总是想玩玩 恕我无法奉陪 郑树从未见过这么冷漠的他 手里提着袋子 就保持那个姿势正在原地 在苏叶走出鸡米远后 他才反应过来追上 会等等我 郑树语气讨好 最近很忙吗 微信都没回复 苏叶冷漠回答 嗯忙 郑树又问你是饿了吗 现在是要去买吃的吗 苏叶脸色难看 那不然呢 郑树被看得更紧张了 表情更恐怖了 郑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家伙是怎么了 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难道我又做错了什么吗 他小心翼翼试探道 刚好我买了零食给你 苏叶不吃这套 只说要自己买 结果他刚说完 肚子就发出咕噜噜的声音 郑树马上殷勤地点牛奶插上吸管 吸管也帮你插好了 快点喝吧 苏叶接过牛奶 心中想着这傻瓜 不知道空腹不能喝牛奶吗 郑树拿出零食 说这些足够你和江南一起吃了 苏叶一听江南 本来有所缓和的表情 又变得难看起来 郑树还乐呵呵地讲着零食 苏叶却快不想要离开 冷漠回答不需要 郑树这下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你到底怎么了 要是不喜欢的话 这里还有其他的 苏叶气急转身 才不是因为这个 他一个不小心被郑树的脚绊倒了 郑树也摔倒了 两手撑在苏叶两侧 苏叶看两人的距离太近 一紧张手不自觉钻紧 把牛奶喷了郑树一脸 他的衣服和头发都湿了 郑树还以为 苏叶是实在不想看见他 故意的 这袋里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 既然你现在不想理我 那我就走了 郑树站起身 但是气消了的话 记得回我消息 苏叶看他走了 就把零食拿了过来 打开看见一张纸条 是郑树写得再忙 也要记得吃饭 苏叶看着纸条心中想着 你专门挑选送我的零食 我才不愿意和他人分享 包括你也是 苏叶回来发现 江南已经醒了 江南说他速度还挺快 他接过零食打开一看 怎么都是咸味零食 我想吃甜的 苏叶准备回去休息了 江南突然叫住他 他有些困惑 怎么了 江南好像是要说谢谢 但又没说出口 只是把苏叶的外套递给他 让他记得明早八点来 苏叶应好 那明天见 他走后 江南一个人陷入思绪中 第一次连句简单的谢谢 都说不出口 要是我们两人喜欢的 不是同一人 我们会不会就此成为好朋友呢 第二天江南换上华丽的裙子 问苏叶怎么样 苏叶疯狂点头 很好看 很合身 江南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接着他又塞给苏叶一个袋子 那接下来轮到你了 把这个换上 江南表情严肃 不过在此之前 要先把妆容搞定 苏叶瑟瑟发抖 等一下 现在是什么情况 小时候的江南 伤心地和他哥哥说 爸爸妈妈 总让我多学学你 但我根本做不到你那么好啊 哥哥单膝跪下 递给他一本书 你是没办法成为我的 江南从梦中惊醒 还有点猛 抬头看下时间 原来才过了15分钟 他朝着换衣间里的苏叶说 苏叶 你还没换好吗 苏叶马上回答 哎好了 他拉开帘子走了出来 穿着一身板正的西装 这样穿对吗 江南帮他整理下领带 还不错嘛 虽然是我哥小学时候的 不过对你来说刚好 苏叶不明白 为什么连我也要上台啊 比赛规定是两人同台 况且 只有我一个人会很紧张 他有些不好意思 有你在我身边也比较安心 一直以来 江南总是让人觉得 完美的无可挑剔 此时眼前的他 反而让我感到更加真实 比赛当天 江海坐在正树旁边说观察着 我们这个位置的视野还挺好的 正树却是心不在焉的 左瞄右瞄 江海问他怎么了 他摸摸脖子 总感觉有个视线一直盯着我 江海想到周围的女生 心想盯着你的视线 可多着呢 在后台的苏叶 偷偷看帘子外面的情况 突然感觉好紧张 人好多 而且 他们都来了 他试图从江南那寻找安慰 结果一扭头 身边哪还有江南的身影 此时的江南 正躲在另一个角落里 如果这次比赛没有赢的话 那我 旁边的人正在观众里 寻找亲人的身影 江南突然觉得有些孤独 果然没有来吗 如果怎么努力 他们视线那头都始终没有我 那这一切 还有什么意义吗 苏叶终于找到了他 看他脸色有些难看 江南 你没事吧 我只是在想 万一输了的话 可怎么办 苏叶不以为然 失败了 下次继续参加就行了 江南接上他的话 是啊 这种比赛 反正也没有人在期待吧 苏叶以为他误会了 赶紧解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江南有些低落 我知道 我说的是 我的父母 或许一开始 他们就没有对我期待过吧 他陷入回忆中 其实我特别羡慕我哥哥 他就像钻石一样 时时刻刻闪烁着光芒 所以我拼命让自己变得完美 哪怕我不喜欢这样 但是到头来 我也只是个复制品啊 苏叶不同意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我特别羡慕你 总是想要坚持自己 江南不太信 别开玩笑了 我一直都在模仿我的哥哥 但是 你付出的努力和汗水 都是你自己的 现在要在这个舞台上 赢取胜利的 也是你自己 这时主持念叨他们祖了 此刻江南眼里的苏叶 如同王子般英俊 江南 我们走吧 小时候的江南 好像正在问他 你已经决定好了吗 他坚定回答 嗯 这一次 我也想为了自己去赢 苏叶出来 那一瞬间 郑树眼睛直了 江还有些意外 诶 那个是苏叶吗 怎么他也在台上 郑树已经完全被身穿西服的苏叶 迷住了眼睛 一时间连眼睛都不会眨了 江海看他的反应 露出坏笑 瞧你那目瞪口呆的样子 该不会是心动了吧 郑树欲盖迷张地扭过头 开 开什么玩笑 谁会对那个家伙 江海文言说道 哪个家伙 我可没说是谁啊 郑树这才发现自己 竟然被套路了 卡住他的脖子 臭小子 居然敢耍我 主持人说着 现在有请设计 A班江南 向我们展示他的作品 蜕变 这既是衣服的蜕变 也是江南的蜕变 现在的我也能在阳光下飞翔了 最终江南还是如愿以偿 在聚光灯下赢得了比赛 苏叶兴奋地说 江南你听到了吗 你得奖了 旁边的江南已经呆住了 双眼发直了 他还有些不敢相信 我得奖了 苏叶给予他肯定地回答 嗯 江南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小南 他回过头 哥哥 哥哥拿着一捧花笑着说 恭喜你 蜕变真的很美 他看妹妹没有说话 还以为是自己带的花不好 我找了很多家都没有你喜欢的百合 要不我回去再补偿你一份 江南眉眼弯弯 眼角寒泪 不用了 哥哥能来就是对我最好的祝贺了 郑叔因为江海的那句话 不由思考起他对苏叶的感情 我对他应该不是那种 缥缈暧昧的感情 那种随时可以改变 随时可能会离开的感情 忽然 他听到了苏叶的声音 抱歉我现在还有事 他被几个男生缠住了 那个男生笑眯眯说 我只是帮我兄弟 要下你的联系方式而已了 郑叔见状快步走来 和苏叶贴得很近 原来你在这里啊 可真是让我好找啊 他眼神不善地盯着那两人 请问你们找他有事吗 那两个男生 被郑叔瞪得脸色铁青 一个静猛摇头 郑叔牵着我离开 走吧 我疑惑道 等等 我们现在上去哪啊 郑叔脚步猛地一停 我没反应过来 直直撞了上去 喂 不要突然停下来了 郑叔突然凑近我 指着我的脸说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很奇怪对吧 其实我也觉得 我不适合化妆 郑叔拦住我擦嘴的手 等等 别擦啊 好浪费啊 我有点别扭 可是不是很奇怪吗 郑叔看着我精致可爱的面容 不禁有些心动 他预备迷章地搓扰我的小脸 我被他揉得莫名其妙 话说不清了 你够骂了 这样的我 郑叔也是第一次见 比平时还要闪耀 他想要把我藏起来 天上绽放出绚烂的烟花 我们都不由抬头看着 旁边的同学说 快看 文化级最后的烟花表演开始了 好漂亮 郑叔在旁边偷偷看着我的侧脸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在他眼中变得熠熠生辉 这时我转过头来 没想到在这里也能看到烟花 当郑叔触碰到我的目光时 他的心跳声随着花火 喷得炸满了整个夜空 我迫不及待跟他说 我们走去前面点看吧 郑叔又想起江海说的 你该不会是心动了吧 他看着我的背影 心动吗 他伸手想要触碰我 或许他真的 一个男生撞到了他 他思绪忽然被打断 男生手中的玻璃杯脱手而出 在地上摔碎了 破碎的杯子 把他拽回了童年的记忆 母亲和父亲的争吵从没停过 你能不能别总是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 反正我们对你来说可有可恶 母亲悲伤的脸庞出现在他眼前 你绝对绝对 不能变成那个样子 我的声音把他从梦眼中拽了出来 大叔 你没事吧 怎么愣在这里 郑叔还有些谎神 嗯 没事 我隐隐觉得他不太对劲 故意调侃道 你该不会是被撞傻了吧 他反驳我 你会不会说人话 我说他 还会对人看来没什么事 郑叔看出 我是想让他开心点 神色恢复了正常 他揉揉我的头 放心吧 我没事 他心中暗自想着 他一定不会把我们的关系 变成如同玻璃一样的易碎品 于周晚上回到家 李嫂端来一碗莲子汤 少爷趁热把汤喝了吧 他随口回答 嗯等会儿喝 他随意刷着朋友圈 突然他猛地坐起身 李嫂都被他吓一跳 原来是看到了 将和我一起拍的合照 他看着照片里的我 觉得有点可爱 快速保存了下来 他点开和我的聊天界面 输入又删除 这么重复了好几次 对了 他记得经常去的话 才垫在打折 说不定我会感兴趣 但是他又担心 如果我拒绝了怎么办 他把手捶下 不小心碰到了发送件 他心到不好 想要赶紧撤回 但这时候 我已经回消息了 好啊 那明天下午一点 他扭头对李嫂说 李嫂 明晚晚饭不用帮我做了 那是文化季结束后的夜晚 风高夜黑 在废墟中 不断传来的诡异的声响 郑树嘴角一抽 这是怎么回事 一只清白的手扒了上来 丧尸腐烂的身躯 朝郑树扑过来 发出恐怖的嘶吼 我抓住想要逃跑的郑树 别跑 给我瞄准打 郑树握着枪的兽 都在颤抖 为什么好好的晚上不去撸串 偏偏来玩这种恶心的游戏 我李嫂当然道 就是得在晚上玩才有趣啊 瞄准点打了 郑树看着眼前恐怖的丧尸 突然紧紧抱住了我 直呼好恶心 这么亲密的动作 让我们一愣 我们迅速分开 离我远点 妨碍到我打游戏了 郑树故作镇定 这游戏总爱吓唬人 其实吧 知道习惯他的套路 话说半截一个丧尸 直接给他贴面杀 他大喊一句 怎么可能习惯 说着又扑了过来 抱住后 突然觉得不太对劲 手感怎么软乎乎的 他又捏了捏 心中有了猜测 难不成是 他鼻血流了出来 摘下眼罩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结果一睁眼 根本不是我 郑树呆住了 我趁机拍下他这傻样 我细血道 这是拍到什么好东西了 他追着我喊道 给我杀了 到了我家楼下时 他都还没缓过来 哦 丧尸好恶心 我看看他 我到了 我先上去了 你振作点 他却突然拽着我朵帽子 不让我走 干嘛 认真问我是不是忘记说什么了 我没明白 但莫名有些紧张 他离我好近 我问说什么 他眼睛又疑 竟然还脸红起来了 晚安什么的 你还没说 我感觉心脏 好像被射了一箭 啊 我死了 脸红真是犯规 我迅速逃离现场 说什么晚安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肉麻了 说是这么说 我还是溜了回来 探头羞涩地说 晚安 就这样 郑树在我走后 捂着脸心想 还挺可爱的嘛 他看着夜色 突然觉得 要是时间再慢点就好了 我正在睡前洗漱 突然手机叮噔一声 收到一个消息 点开一看 是宇宙问我要不要 一起去花剧店 做活动 那我必须去 刚好最近笔和颜料 都用完了 但我突然想起了 那个徽章 难不成他对我 啊 我又来了 搞得好像全世界的男生 都喜欢我一样 只是朋友而已 又不是约会 说起约会 关于上次江南说 和大树的约会 他真的会去吗 与此同时 郑树刚洗完澡出来 看到江南 给自己发的消息 那个 关于上次说好的约定 明天下午有空吗 郑树压根忘记这事了 他跟江海说 老江 明天下午一点别忘了 江海满头雾水 什么明天下午一点 郑树说 就是江南说的 比赛后给他庆功啊 江海奇怪 我可不记得 他有跟我说过这个 他仿佛嗅到瓜的味道了 什么情况 江南单独约你出去 郑树擦了擦脸上的水 不 没什么 是我记错了 郑树第二天 还是到了约定的地方 想等江南来了 再问清楚 江南笑着走来 抱歉 你一定等很久了吧 没事 我也是刚到 江南不好意思地说 那我们走吧 郑树随口打好 郑树和他并肩走着 心里想着 虽然说是这么说 但目前这种情况 要怎么问起 江南看见旁边有个宠物店 兴奋地走过去 郑树你快看 他们好可爱啊 里面躺着两只可爱的小猫崽子 江南惊叹 这两只好小好可爱 郑树也说 嗯 睡得好熟 他突然想起我 心说 要是现在是被树叶看到了 肯定不得了 甚至还想象出 我会趴在玻璃上 眼冒猩猩 疯狂说着好可爱 郑树想着想着 不自觉笑了起来 那家伙肯定会变成这样 江南打断了他的想象 郑树我们得走了 他们来到一家 人气很高的咖啡店 江南看着架木丹 有点庆幸 果然人很多啊 还好我们早点到了 郑树看着架木丹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这些蛋糕看起来 好像都很好吃 江南点好自己想吃的后闻 郑树你呢 郑树有点犹豫 嗯 我要一份 江南先太一步说 郑树你应该要黑咖啡吧 因为经常看你点这个呢 郑树说嗯 谢谢 郑树此刻的笑容 好像戴上了面具 啊 差点忘了 这才是他们眼中的我啊 他又想起了我 如果这时候是我的话 就不用估计这么多了 我会说 这款新品蛋糕要一份 还有草莓蛋糕也要一份 我悄悄看他 还有这份慕斯 和一杯拿铁 谢谢 等服务员走后我说 每一次和你出来 都要做这一出戏 我拖着下巴 谢谢的话就不必说了 这单你请 郑树想着想着 竟然直接说出了口 他肯定会这么说的 江南听见了有点疑惑 嗯 说什么 郑树才反应过来 对面还有个人 一个机灵 没什么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的他 总是会想起我 江南犹豫开口 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 是有话想对你说 他紧张地抓着衣服 那个我 这是咖啡店的人来了 两位客人你们好 十分抱歉打扰到你们 请问你们建议 和其他两位客人拼下桌吗 郑树连忙说 我不介意 你呢 江南只好勉强到 嗯 服务生叫那两位客人过来 郑树只觉得松了一口气 真是来得太及时了 我歉一道 不好意思 打扰到你们了 他笑容温和 不 哪里会 说完 我们两人笑容都凝固了 我们两个同时开口 怎么是你 坐下后 我们都扭过头呕气 对面的江南和鱼咒 都有点尴尬 郑树生闷气 这家伙居然瞒着我 和这个姓鱼的一块出来 还换了个衣服风格 我也生气 嘟着嘴心想 什么嘛 他还是跟江南一起出来了 我们同时看了对方一眼 眼神一出几分 更生气了 咖啡店店长一看 他们竟然认识 没想到 你们居然都是 宇宙的学弟学妹 这也太巧了吧 说完才想起来 啊 忘记自我介绍了 我是宇宙的表哥 也是这家店的店长 大家可以叫我阿班 或者班班 三人看着格外阳光开朗的班班 都不由自主想到 两人的性格 一点都不像 店长把一杯奶茶放在我面前 谢谢你能够 和我们宇宙成为好朋友 接着他又说 没想到你 居然还是当时海滩上那个 宇宙赶紧用小蛋糕 堵住他的嘴 快去工作 店长微妙地说 你干嘛一直赶我走 宇宙冷眼看他 闭嘴 我尝了一口奶茶 结果扑的一下喷了出来 郑叔吓一跳 刚要问我怎么了 宇宙就抢先一步关心道 你没事吧 我呛咳几声 这杯奶茶怎么那么甜 郑叔看着我和他的对话 心中有些不适滋味 沉默半想后说 他不喜欢吃甜食 我嘴唇微微紧绷 下意识看了眼江南的表情 想了想 我开口道 其实这甜度我能接受 店长感觉气氛有些尴尬 主动开口 我帮你重新换一杯吧 台上的歌手唱起了歌 这个歌声好清澈 浮躁的心情 瞬间被安抚了下来 我远远看去 这人有点熟悉啊 那不是都倩童吗 店长也有些惊讶 你们认识 我说 他是我摄友之一 店长激动地凑过来 原来你就是他说过的那个摄友 他和我的距离稍微有些近 郑书和宇宙同时咳了两声 店长看着他们两人 充满敌意的眼神 有点尴尬 抱歉抱歉 我只是有点惊讶 因为那家伙 既然独来独往 我还担心他这辈子都这样了呢 看来这下子没问题了 他甚至掏出一个手帕擦眼泪 爸爸放心了 都倩童突然出现 嫌弃地看着他 都倩童问我 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说这个说来话长 我有些欣喜 不过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遇上你 好久不见 店长又过来了 你别看这家伙 总是一副酷酷的样子 其实他现在内心可乐开了花了 我看着他们两个斗嘴 不由开怀大笑 郑书在旁边看着我们 他心中失落 明明此时两人离得这么近 但我却无法踏入你的世界中 他甚至想 要是有一天除他以外的人 都离我而去 是不是我就再也离不开他了 江南出声叫他 郑书你怎么了 郑书有点僵硬 没什么 他感觉有这种想法的自己 是多么的卑鄙啊 我去了下洗手间 出来的时候 看见了郑书 他一直看着这边 我和他擦肩而过 你走错了 这边是女侧 他突然伸手拦住我 他俯下伸说站住 我有事问你 洗手间门口还有其他人呢 我说 你确定要在这里说吗 郑书这才意识到 太尴尬了 哇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我们来到门口对招 他先出击 为什么你会和那个家伙单独出来 我有些不满 你不也是和江南单独出来吗 而且 还换了一个新发型 郑书没有回答上来 小人血量减一百 因为睡姿不当导致发型乱翘 所以才换了发型 他反应过后回击道 你不也是特地换了一种穿衣风格 我这是早上出门 被木子逮住 强行换了衣服 他非说出去约会 一定要穿可爱 可我不是约会啊 郑书不相信 他酸溜溜的 和我一起出去的时候 都没穿这么可爱 可爱两字一出 我和他都吵不下去了 脸都胀得通红 我不好意思地说 这套衣服是木子的 而且 我们只是出来买画材 顺到来这儿已 郑书不敢看过来 明明以前 你什么事都会找我商量的 我心思飘远 以前 怎么可能会和以前一样 虽然很想一直待在 只有我们两人的小星球上 但这样 我只会更加地贪心 我下定决心跨出这一步 郑书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他静静听着 我继续道 你看我现在已经有所成长了 所以 我们不用再时时刻刻 守护对方了 你也有其他 想要关心的人吧 我不敢看他是什么反应 他小声开口 就是不成长 也没关系 他突然捧住我的脸 认真的说 一直看着我不行吗 我嘴唇有些颤抖 缓缓闭上了眼睛 我一直都在看着你啊 但是 看着你的 不是还有其他人吗 你看 江南现在不也在看着你吗 他好像根本不知道 我在说什么 满脸的茫然 我轻轻捶了下他的胸口 你这个笨蛋 我毫不留恋的走了 他摸着自己的胸口 明明只是轻轻的一下 但是为什么感觉 胸口这么痛 郑树魂不守舍的回到咖啡店 江南告诉他 我和宇宙还有事 先走了 他见郑树不说话 又准备说自己没有说完的话 郑树 今天约你出来 是有很重要的事要对你说 其实我一直对你 谁知证术打断了他 江南